第701章沸腾于情 那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吗? 江晨问道 祝天又茫然地看着他 后来 后来他朝我开了一枪 被打中后我就晕过去了 等再醒来 我发现自己已经泡在浴缸里了 看来祝天又并不清楚自己昏迷之后 邮轮上发生了什么事 出于某种理由 田中释放了T病毒 将整艘游轮变成了人间地狱 当江晨告诉他之后发生的时候 他起初是不相信 当看到了江晨拿出的战斗录像后 他的表情才渐渐从铁青变成了恐惧 绑架他的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而这个恶魔出于某种理由 盯上了他手中的毒品 当江晨问起他 田中之后从他嘴里问出了什么时 他沉默了片刻后 给出了两个地名 埃塞俄比亚 索马里 江晨眉毛挑了挑 具体位置 给我地图 我帮你指出来 祝天又伸出了手 依旧是那个平板 江晨关掉了田中的画像 掉出了谷歌地图 祝天又的手指在屏幕上画布了几下 将镜头锁定在了亚丁湾附近 然后放大了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边境 点出了两个位置 就是这里 这里有什么 一座茶园和一座制盐厂 祝天又笑了笑 只是那脸上的笑容却是有些苦涩 将这种东西说出口 与彻底放弃已经没什么两样了 事情涉及到T病毒 他可不指望江晨或者国际刑警会对他的产业手下留情 他在亚丁湾苦心故意十数年经营的产业就这么毁掉 要说一点都不心疼是不可能的 很高兴你能坦白这点 你的选择也需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 江晨拿回了平板 起身的时候随口说道 祝天又自嘲地笑着 摇了摇头 救人 他住某人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 多少家庭妻离子散 他自己都数不清了 根据英国皇家加勒比公司给出的数据 登船的旅客一共3,121人 算上逝者 船员等工作人员一共3,600人 一共201名幸存者 被救济安置在了摩洛国的达沃港 为了避免引起恐慌 这些人暂时受到管制 在一个星期的观察期结束后 才被允许离境 其实病毒的存活时间很短 光照的紫外线就可将其杀死 三天的时间已经足够证明这些幸存者的安全 将这个时间放宽到7天 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事件发生后的当日 联合国就派出了专员前往棉兰老岛观察 各国使馆也纷纷与摩洛国政府取得联系 确认生还者名单 迫于外界对了解事件内幕的需求 摩洛国在与星环贸易沟通过之后 最终同意了媒体采访的申请 自从卡加延世风波之后 T病毒再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那一夜之间数万人死于非命的惨案 令所有观者都不禁为之胆寒 而现在 皇家加勒比邮轮上的惨剧 似乎在告诉人们 病毒的威胁并未死绝 BBC CNN 哥伦比亚广播 半岛电视台 一票子媒体就如嗅到花香味的蜜蜂般 涌向了棉兰老岛 不怕死的记者们 扛着长枪短炮还有话筒 一窝蜂地塞向了幸存者 摩洛国官员 星环贸易的士兵等 任何可能知情的人 我当时正坐在舞池旁边休息 舞池内的人群突然就乱成了一团 就在我不远处 一名女士死咬着她男伴的脸不放 我们一开始以为她是在和男伴亲热 直到她从她的脸上撕下了一块肉 上帝 呜呜呜 太可怕了 一名脸上带着扳痕的女性 气不成声地说道 因为吃海鲜吃坏了肚子 我当时在房间里休息 有人砸门 我就过去开门 当看到全副武装的士兵 我第一反应是好莱坞在拍电影 我有幸成为了龙套 可当看到地上的血和他们背后的尸体 我明白了 这不是在闹着玩的 我是厨师 刚好在冷柜拿东西 抱着食材正准备出门 突然看到外面发生了骚乱 一开始我以为是碰上了海盗 后来我发现情况远比海盗要严重得多 我转身跑进了仓库 拔掉电源 躲进了冷柜 可能是闻到了味道 丧尸跑了进来 谢天谢地 他们只会推门 不会拉门 没有一点征兆 就和行尸走肉里面的一样 失魂落魄的人坐在街边的台阶上 表情看上去非常疲惫 用驱赶苍蝇的手势驱赶那些记者 上级下达命令开枪 所以我们开枪 请不要问这么愚蠢的问题 他们不是人类 所以我不会有任何负罪感 参加过救援行动队的星环贸易的士兵说道 同样收到救援信号的还有菲律宾和日本 然而因为年初的时候 他们丧失了几乎全部海军力量 海警船一直处在短缺的状态 直到星环贸易的人完成救援 邮轮因大火迅爆 他们的海警船才赶到了现场 而日本因为距离问题 倒得比菲律宾还晚 如果是我们先登上邮轮 我们一定不会下令射杀那些丧海 那些可怜的感染者 绝对不会 我们会用渔网想办法将他们控制住 然后关进神经病院之类的收容机构 在找到解决途径之前妥善安置这些不幸的人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湾仁首相义正言辞地说着 试图在国际社会面前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湾仁先生 你这是在表示对于日本来说 丧感染者是精神病吗 所以会受到区别对待 我是否可以这么理解 某关注人权问题的黑人记者上前问道 下一个问题 请产经新闻的记者发言 舆论风波暂且放在一边 与年初那次发生在卡加岩市的生化危机相同 未来人生物再次因为T病毒发了一笔灾难财 根据合作经销商与亚马逊 淘宝等官方网店反馈的数据 江陈可以很直观地看到 连续一周内未来人生物出品的T病毒疫苗和营养合计销量 陡然上升 信息时代的如今 世界人民早就受过无数灾难片的熏陶 各种生存技巧可谓信手捏来 任谁都知道 当世界末日来临 食物 药品 燃料 武器 这四样东西将是活下去的关键 而作为保质漆长 便于储存的留置食物 营养合计无疑是最佳的战略储备物资 即便各国政府一再声明 电影中的剧情不可能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这种病毒的直接感染率不高 体外存活时间短 暴露在紫外线下很快死亡 但这种集体性的恐慌 显然不是三两个声明就能打消的 除非罪魁祸首被送上断头台 就在各国的情报机构联手 发了风式的搜寻病毒来源的时候 江陈部署在日本的幽灵特工 抢在CIA的前面动手了 第702章境外行动 巴嘎 日本 东京都政府大楼 防卫省办公室内 防卫大臣钟谷元 愤怒地将文件摔在地上 武田制药的那帮家伙在搞什么鬼 上次开会的时候不是让他们收敛些吗 秘书唯唯诺诺地站在门口 不敢出声 好一会儿 钟谷元发泄完了心中的怒气 深呼吸地喘了几口气 去给我把武田制药的董事长叫过来 是 秘书点头哈腰地硬道 快步转身离去 而与此同时 武田制药的大楼内也乱成了一团 发生在皇家加勒比邮轮上的惨剧 让整个世界再次为T病毒这个名字 而陷入了恐慌 早在半年前 CIA的人就盯上了武田制药这个名字 但武田制药做的一直很小心 而且有着防卫省的人打掩护 即使是美国人的特工也收集不到什么证据 武田制药的董事会 已经无数次向社长谷村洪施压 要求他严格约束黑船组织的行动 包括限制原料供应 严格审查经费申请 在实验室中派驻督察员监视等等 如果卡加研视的行动曝光 别说是他古村洪的命保不住 董事会的全体成员恐怕都得背上反人类的罪名 接受国际法庭的制裁 然而就在上个月 田中在下班回家的途中突然失踪了 这可把武田制药的董事会吓得不轻 他们最开始以为是CIA抓的人 还以为公司的机密已经曝光了 后来经过打听才知道CIA对此一无所知 庆幸之余 古村洪立刻下令全日本秘密搜索这个男人的下落 可没想到 这才一个月的时间 失踪的田中早已经跑到国外 而且还闹了个大新闻 田中人呢 这已经是古村洪第十次问这个问题了 还没找到 副社长焦急地说道 我已经联系过所有和我们有关系的社团 发动我们所能动用的地下力量去搜寻他的下落 但是 一群废物 古村洪骂道 手指颤抖地浮向了太阳穴 从田中失踪的那一天开始 他就意识到情况可能不对劲 却没想到 竟然真的发生了 该死 那家伙从哪搞来的原料 身为武田制药的董事长 古村洪当然看过T病毒的合成配方 生产一克病毒浓缩液 需要至少一公斤假卡系统 原料可以用浴盐 也可以用阿拉伯茶 可无论是那种东西 都是禁品中的禁品 古村洪的眉头扭在了一起 社长 我们现在怎么办 副社长颤颤巍巍地说道 删除所有研究数据 将黑传一切有关资料 从公司的数据库中删除 古村洪果断下令道 武田制药已经被列在了 CIA怀疑的名单中 现在发生了这样的惨案 至少27名美国人在邮轮上丧生 CIA不会再顾忌手段 想必就算是日本政府从中作梗 有意保护武田制药 CIA也会通过特殊手段 对公司进行渗透 既然秘密已经保不住了 那就彻底销毁 虽然这是价值5亿美元的研究成果 但相比起这个百亿美元市值的企业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这时 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两人打住了话头 相视一眼 古村洪开口道 请进 进来的是古村洪的秘书 古村洪微微皱眉 看着秘书开口道 我不是说过吗 在我和副社长的谈话结束之前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来找我 可是 是防卫省的电话 叹了口气 古村洪问道 中古元大臣说了什么 他说让你下班后去找他 秘书微微诺诺地说道 在哪见面 古村洪沉声问道 东京都大酒店 在酒店而不是政府大楼 看来是秘密会面 想来也是 和病毒有关的事 当然不适合在办公室里谈 尤其是在这敏感时刻 下班后 古村洪坐上了自己的本田车 向着东京都大酒店的方向驶去 过了两个红绿灯 拐过了一道弯 他放慢了车速 前面似乎发生了交通事故 堵车堵得很严重 古村洪看了眼手表 已经快到约定的时间了 不由有些着急 伸手使劲在方向盘上拍了两下 但前面的车依旧没有反应 看得出来 交通事故似乎很严重 短时间内是别想动了 古村洪叹了口气 掏出电话 和大臣招呼声 然而不知道是欠费了还是怎么的 电话打不出去 放防卫大臣的鸽子 古村洪区区一个武田制药的社长 当然没着胆子 于是他犹豫了下 将车停在了路边 步行穿过两条街 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去东京都大酒店 好的 司机用标准的日语回答道 车开得很平稳 古村洪靠在座椅上 松了松脖子上的领带 透过车内后视镜 他看到了这位女司机的脸 很清秀的脸蛋 配合那马尾便 看上去有几分清纯的味道 你是哪里人 古村洪用闲聊的口吻问道 名古屋 名古屋啊 听说那里美女很多 古村洪口哗哗的调笑道 呵呵 先生真会开玩笑 女司机很礼貌的微笑道 见这位美女似乎对自己不感兴趣 古村洪也不在意 直接爆出了自己的名字 我叫古村洪 如果你经常看新闻 一定不会没听说过我的名字 原来是古村先生 女司机果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听说你是武田制药的董事长 很满意美女对自己刮目相看的感觉 古村洪笑了笑 她太懂这些从外地来东京打工的人了 尤其是那些看上去刚毕业的女学生 住着三万日元的单身公寓 睡着几平米的踏踏米 每天坐几十分钟的新干线 去市区内上班 经不住诱惑 接私活拍小电影 尤其是这种漂亮的女生 物色演员的经纪人 一定不会放过 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 新野白 新野白 好名字 古村洪笑道 与其真诚地说道 如果你在生活上 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请联系我 这是我的名片 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 还有住址 这个住址 当然不是他自己家 而是他在八王子地区买的别墅 古村洪将名片放在了挂档器后面的盒子内 新野白嘴角勾起了一抹微笑 扶着方向盘拐过了一个弯 谢谢 我想我一定能和古村先生成为好朋友的 新野白的话让古村洪心头一热 按道游戏 于是熟络的和这位新认识的女性朋友聊了起来 时间过得很快 然而还没有到东京都酒店 古村洪掏出手表看了眼 见还有十分钟就到约定的时间了 望着窗外渐渐稀疏的建筑 他微微皱眉 这是前往东京都大酒店的方向吗 大陆堵车只能走小路绕过去了 新野白礼貌地说道 突然 古村洪意识到了不对劲 掏出手机打开了地图 然而没有收到4G信号 请不要着急 古村先生 停车 现在 新野白愣了愣 随即微笑道 看来只能请你睡一会儿了 古村洪按叫要糟 立刻将手伸向车门 准备强行跳车 然而咔的一声 门被锁死了 就在他回过身 准备制服司机停车的时候 视线却恰巧对上了一把电击器 在到达目的地之前 还请你老实点 琵琶 第703章 我们直接去 武田制药原计划将于月底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推出抗病毒新药 然而就在12月30号 发布会召开前一天 武田制药突然宣布发布会临时取消 不惜一切代价 动员你们能动用的所有人 务必赶在美国人之前找到古村洪的下落 房屋省办公室内中古原对着电话咆哮道 昨天他几乎等到了深夜 然而古村洪依旧没有出现 就算是堵车 也不可能堵这么久吧 手机打不通 中古原将电话打给了古村洪的家 接电话的是他的夫人 当问起古村洪是否回过家时 他的夫人茫然地表示不知情 意识到情况不对 中古原立刻将电话打给了警察厅 那一晚上 整个东京都的警察都动员了起来 发了丰适的搜寻古村洪的下落 结果很显然 直到现在那个人也没有找到 狠狠地挂断了警察厅的电话 中古原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 发生了这样的事 他已经一夜没有合过眼了 古村洪掌握了太多情报 如果这些情报一旦公开 日本将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危机 别的不说 光是一条T病毒在日本政府授权下进行研究 就足以让湾人首相下台了 卡加炎是十数万亡魂 皇家加勒比邮轮上的惨案 这可不是一句不带其他目的的科学研究 样品保管不周 果面纳塞就能解决得了的 冷汗不住地划过额前 中古原接着又拿起了电话 打给了高山青司 山口组的组长 防卫大臣先生居然会亲自给我这一届草民打电话 真是荣幸万分 高山青司笑呵呵地说道 别废话 我要你帮个忙 中古原立刻说道 什么忙 高山青司没有问报酬 慢悠悠地问道 帮我找一个人 武田制药的社长 他的照片网上能搜到 名字叫古村红 中古原陈生道 找到以后呢 中古原犹豫了片刻 最终压低了声音 杀了他 整个日本 黑白两道都因为古村红的失踪 而骚动了起来 可就在这样的接骨眼上 远在太平洋对岸的加利福利亚 一家小报社 突然将古村红失踪的秘密 给抖了出去 据某位知情人士透露 社长古村红 在前往与防卫大臣的 密会的途中失踪 疑似畏罪潜逃 畏罪潜逃 为什么罪 当看到这则消息 所有人都是一头雾水 武田制药社长出于什么目的 要在酒店与防务大臣秘密会晤 财务状况良好 市场前景一片大好的 武田制药社长为何要潜逃 人们纷纷猜测 其中是否另有隐情 如果说原本武田制药 还只是在CIA的怀疑名单上 那么现在CIA已经彻底盯上了这家公司 而下落不明的古村红 也很荣幸地登上了CIA与FBI 两大情报机构的重点关照名单 但谁也不会想到 古村红早已被幽灵特工绑架 由水滴一号带离了日本境内 被关押在了新月岛地下设施中的审讯室 消息是幽灵特工放出去的 在江城的授意下 一方面是为了将武田制药推到台前 吸引CIA等情报机构的注意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搅乱局势 为幽灵特工再次动手制造机会 武田制药是日本企业 同时也是掌握着病毒资料的企业 储存病毒数据的服务器 当然不可能与外界联网 而且势必会受到重点保护 事发之后 武田制药八成会删除公司服务器内的数据 但不可能不会留下辈分 T病毒本身就是作为武器项目被批准研究 日本政府肯定不会舍得投资打水漂 势必会对实验数据做回收保管 核武器很危险 但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主动放弃这玩意儿 T病毒也一样 如果美国得到了这玩意儿 第一反应肯定不是将它销毁 而是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 将它从儿子国的手中弄过来 这玩意儿比核武器更恐怖 而且不带辐射 需要10颗核弹才能摧毁的秩序 换成T病毒可能只需要十几公斤 这毁灭世界的力量必须被彻底埋葬 任何人也不能得到 当日本政府开始转移实验数据 部署在日本境内的幽灵特工将会再次出手 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摧毁 而此刻 西岳岛地下设施的审讯室内 古村红正一脸苍白地看着眼前的审讯人员 表情比吃了屎还难看 他原本准备顽抗到底 然而这些人丝毫没有浪费时间的打算 绑上椅子 摄像头架起 然后直接就是一发土真迹 古村红两眼一番 连自己老婆的内裤是什么颜色都吐了出来 而古村红的证词也印证了江陈的猜想 制作T病毒需要大量的甲卡系统 而预言或者阿拉伯查 正是可以提取甲卡系统的原材料 与此同时 田中在一个月之前失踪 失踪的时候带走了实验数据等情报 病毒实验确实得到了日本政府许可 十吨盐 如果成功接管了铸天佑的产业 谢特 那个疯子现在至少拥有了上百吨 站在江陈身后 一万忍不住报了个粗口 能制造多少病毒 江陈看着古村红翻白的眼睛 沉生问道 搭拉着脑袋 古村红用断断续续的英语 接着说道 不考虑其他材料 十吨预言可以将半个北美变成地狱 江陈和一万相视一眼 彼此都看见了对方眼中的震惊 这种震惊 无异于得知了一名疯子 正掌握着毁灭世界的武器 而这个疯子还对新国特别的不友好 向埃塞俄比亚政府提出申请 如果田中在其境内 我们需要立刻对其展开抓捕 一万立刻提议道 埃塞俄比亚不会允许 我们和他们不熟 他们最多会通知美军 江陈淡淡地说道 有区别吗 一万问道 美军的战斗力不俗 只要有人能干掉那个疯子 无论谁去都一样 然而江陈并不这么认为 没有区别 病毒的所有者只不过是换个主人而已 站起身来 江陈眯着眼睛 盯着古村红那张呆滞的脸 语气冰冷地开口道 抓捕行动会由幽灵特工来执行 兴还贸易海军 空军提供支援 入境许可呢 我们不申请 我们直接去 第704章 祝你好运 位于亚丁湾入海口的索马里 是各国货轮 出入苏伊士运河的必经海路 占据着连接欧亚的生命线 由于内战连绵不断 生产秩序早已崩溃多年 自20世纪以来 当地人便以海盗为业 混乱贫穷军火泛滥 这里是滋养恐怖主义的温床 偶尔有外国旅客游览于此 通常也会花上数百美元 雇佣当地人保镖 这些保镖通常都是海盗转行来的 对于哪些人不能招惹 哪些地方不能去很清楚 虽然价格不便宜 但总好过数百万美元的赎金 而凡事都有例外 就在摩加迪沙以北的贝莱德文市 一位亚洲人面孔的男人 独自走在贫民窟的街上 阴影之下 一双双不怀好意的视线 正毫不掩饰恶意地打量着他 还有他肩上的旅行包 可当看到他拐过一道弯 向着贫民窟深处的那栋房子走去时 所有不怀好意的视线都收了回来 那里是沙巴布青年党的据点 停在了一间还算完整的沙土房旁 田中从兜里掏出手机 确认了坐标之后 向门口走去 推开门 原本嘈杂的房间 渐渐安静了下来 站在门口的黑人 腰间跨着步枪 看清了来人头顶上的帽子 问道 你是田中 没错 田中笑咪咪地说道 手机还有武器 黑人伸出手 田中很听话掏出了手机 放在了黑人的手上 还有武器 黑人用别角的英语重复了一遍 我的身上没有武器 田中摊开了手 黑人难以置信地瞅了他两眼 伸手去搜他的口袋 然而除了护照和几张纸片外 什么武器也没摸到 只摸出来一小瓶 拇指大小的香水瓶 我劝你不要打开它 否则你可能害死自己 见那黑人准备打开闻闻 田中笑咪咪地说着 用的是阿拉伯语 语气不像是在开玩笑 旁边传来一阵哄笑 显然没人将他的警告当回事 黑人嘴角一脸 残忍地笑了笑 当着这人的面拔掉了瓶盖 就在他准备将这玩意儿塞进这亚洲人的鼻孔里时 他的眼白上突然布上了一层血丝 褐色的瞳孔中渐渐退去了生机 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痘大的汗珠从鼻梁 额前滴落在地 田中轻描淡写地从他手中拿过了瓶子 然后盖上 房间内的其他人面面相去 不明白眼前的状况 一名瘦小的黑人男孩走上前去 用手使劲拍了他几下 见他没反应 立刻从腰间拔出了手枪 指着田中警惕地说道 你对他做了什么 看着男孩的动作田中笑了笑 你马上就会知道 啊 一声惨叫从背后响起 一名黑人突然咬住了另一名黑人的脖子 将他压到了地上 鲜血流了一地 这一幕顿时吓坏了旁边的同伴 他们纷纷上前准备将扭打的二人拉开 快分开他们 把他的胳膊掰开 快 哦 他咬了我一口 而这突然如其来的一幕 也让那把枪指着田中的男孩分得神 回头向后望去 吼 短促的低吼响起 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站在田中面前的那个男孩 被先前拔开瓶盖的那个黑人 猛地撞在了墙上 一口啃掉了半张脸 啊啊啊 疼死我了 巴提拉 你在干什么 快住手 凄厉的惨嚎渐渐摔弱下来 血溅到了田中的裤腿上 手枪从那男孩的手中滑落 跌落在血泊中 似乎是从男孩的身上嗅到了同类的气味 那黑人停止了啃食 将星红的目光投向了房间内 抱头鼠窜的其他活人 然后猛地扑了上去 枪声终于响起 被扑倒在地的人 胡乱地扣着手中RK47的扳机 突突突地绕着房子扫了一圈 然而一只丧尸都没打死 反倒是打死打伤了不少还活着的人 鲜血在阴暗的房间内逆流成河 染红了匍匐而过的蚂蚁 田中走到了那男孩的身边 从他旁边捡起了那把手枪和吊在地上的手机 笑着伸出手 揉了揉男孩那扎人的短发 乖孩子快去吧 男孩开合着嘴巴 用恐怖的双眼凝视着田中 然而他没有扑上去 缓缓地移开了视线 锁定了另一名活人 魔鬼从桌子底下穿过 一名瘦弱的黑人惊恐地向门口爬去 然而他没能爬到门口 田中抬起枪 对准了那有黑的后背 砰 那人睁大了双眼 倒在了血泊中 男孩迈着亮腔的步子 扑倒在他的身上 张开了血盆大口 狠狠地咬了上去 找来了一张凳子 田中坐在了房间的门口 笑眯眯地看着这血腥的一幕 在邮轮上 他用光了所有存货 而这里香水瓶中的5毫克 便是最后一点 不过他并不心疼 两个月前 他已经研究出了病毒的改进型 现在被感染者不但会变成丧尸 还有可能进化成变异型 最关键的是 这些被改造的丧尸 不会将它列为捕食的目标 这些数据来自十数光年外 这一切都是黑船的旨意 在邮轮上用掉的都是列灯品 而那些劣质品早就该淘汰了 不过就这么扔掉实在是太可惜了 不如给这些可怜虫们先来到开胃菜 抱着这样的想法 田中将全部存货用在了邮轮上 反正他很快就能得到源源不断的原料 在世界各国反应过来之前 将这文明的火种熄灭 电话响了 田中接通了电话 笑着开口道 你爽约了 而且用很无聊的把戏试探了我 我们得确定自己不是和美军在打交道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阴沉 无所谓 我的时间很多 怎么样 感兴趣吗 这就是T病毒 电话那头的声音带上了几丝兴奋的味道 如果将这病毒带到纽约 华盛顿 沙巴布无疑将成为基地之后 最强大 也最有影响力的恐怖组织 整个世界都将折服于他们的恐怖之下 倾听真神的教诲 因为是改进型 我打算叫他TT病毒 田中轻笑着说道 你打算卖多少钱 我不卖钱 田中摇了摇头 那你要什么 帮我一个忙 在胡杜尔附近有一间制盐厂 那是祝先生的产业 对吗 包括他在埃塞俄比亚的茶园 帮我弄到手 我提炼多少病毒 就分多少你们一半 成交 新岳岛军事基地医院门口 加雷特拥抱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然后向站在椰子树底下的江辰 走了过去 恭喜你 加雷特先生 看着加雷特 江辰笑着张开了双手 和他拥抱了下 松开了江辰 加雷特活动了下脖子 也与着说道 也恭喜您 江辰先生 您获得了一条忠诚的猎犬 话虽这么说 但江辰可以明显地从他的眼中 看到感激的神色 请不要这么贬低自己 我从来没有将我的手下 当成什么猎犬 江辰笑着说道 新的身体如何 习惯得怎么样 非常棒 有种重获新生的感觉 加雷特在自己胸口捶了一拳 发出了一声结实的闷响 肌肉组织也比以前强了很多 我感觉自己现在可以和美国队长打一架 克里斯埃文斯不会希望和你打架 他的能力在电影里 江辰笑了笑 然后收敛了脸上的表情 玩笑就开到这里 时间紧迫 你的第一个任务已经来了 随时准备出发 加雷特立正道 很好 你有三天的时间熟悉自己的身体 练习一些高科技的武器 三天后呢 我需要你去一趟索马里 目标 击毒 对手是毒贩 这很容易 加雷特吹了个口哨 江辰笑着摇了摇头 对手就是将你炸成残废的人 也是释放T病毒的元凶 加雷特愣了下 眉毛一条 拳头顿时砰的撞在了一起 嘴角扭起了一抹凶悍的凝笑 太棒了 我非揍的他 连他妈都不认不出来 找到他 抓住他 抓不住就杀了他 如果他复活就再杀他一次 杀的他不在动弹为止 这就是你的任务简报 更具体的 我已经发送到你的芯片上了 江辰点了点自己左手的腕表 加雷特停顿了片刻 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到 他的视网膜上闪烁过一串数据流 在他的面前展开成了一份 立体存在的任务简报 就像戴着谷歌眼镜一样 只不过这个AR设备 是直接植入在他的大脑皮层上 而非外置道具 包括T病毒的情报 田中的能力 以及关于黑船的秘密 所有幽灵特工搜集到的 关于黑船组织的情报 都共享在了他的后脑芯片中 浏览完了任务简报 加雷特郑重看着江辰道 我会的 幽灵特工会为你提供支援 必要的时候 极光二灵也会 祝你好运 江辰拍了拍他的肩膀 转身离去 第705章 林林的困惑 加雷特已经出发 一同动身前往的 还有幽灵特工 相信不久后 索马里那边就会传来好消息 黑船组织已经失控 武田制药深陷舆论漩涡 而CIA的经历 也被全部牵扯到了 与日本政府的博弈 以及对武田制药的调查上 为了与病毒撇清干系 日本政府已经开始 对病毒数据和样品 进行秘密转移 而与此同时 潜伏在日本那边的幽灵特工 已经盯上了这些数据和病毒样品 只要转移工作开始 他们就将立刻动手 摧毁这些备份数据与样品 除此之外 江陈手中还有一份录像 其中记载着 关于古村红对自己罪行坦白的部分 如果将这份录像公开 与T病毒有关的一切阴谋 都将暴露在阳光之下 而日本政府 也将因为对田中提供资金援助 与政策支持 而被拖入万劫不复的泥潭 受到全世界的谴责 为了防止打草惊蛇 以及让美国提前收到消息 录像公开的时间 被定在了销毁实验数据 与病毒样品之后 届时 这则录像会被匿名的IP 上传到YouTube等多家视频网站 将日本政府的罪行公之于众 当然 江陈会选择性地删去关于黑船组织的部分 将暂时不可战胜的威胁公之于众 除了营造恐慌之外 没有任何意义 更何况 这对田中的影响非常有限 他已经带走了病毒数据 以及实验室中的存货 并在邮轮上不计后果地释放了病毒 将事情做到这个份上 他显然已经不在乎黑船的秘密 是否会被公之于众了 索马里的制研厂 想来就是他计划中的最后一站 如果能够利用那里的原材料 生产出足以覆盖整个世界的病毒 再由当地的极端组织作为媒介 将病毒扩散到全世界 整个地球文明都将被推向毁灭的边缘 而黑船组织的使命 也将随之迎来终点 究竟是什么 促使他突然做出了如此疯狂的决定 江辰暂时还不清楚 但他有理由相信 这时有八九与物境天泽号有关 难道是我拿到现实的科技 引起了他们的警惕 想到这江辰不由皱起了眉头 石墨烯芯片 量子通讯卫星 水处理 机器人 究竟是什么 他有种预感 与黑船组织的决战之日 就快要到了 在与和谐阵营交手之前 这根潜伏在人类内部的毒刺 必须被拔除 更换身体 回到末世 江辰找到了林玲 江田中的情况告诉了他 希望能从他这里得到答案 可以这么理解 只要他摘掉帽子 身体机能就会停止 然后从另一具躯体中醒来 江辰试图将田中的情况描述的更想详细些 林玲皱着眉头 捏着手指尖的记号笔 胡乱地敲打着桌子 你的形容太抽象了 不能给我搞个样品之类的东西吗 比如那顶帽子 或者田中的DNA之类的 仔细回忆一下 一次在飞机上 一次在邮轮上 每次田中死的时候 无论是帽子还是尸体 都被毁得很彻底 江辰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就难办了 林玲撅着嘴 小声嘟囔着 电子人就可以做到 某些特殊的道具也能做到 说白了 你连对方所谓的假身 是不是真正的人都不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江辰愣了下 很简单啊 你不是在县市那边 帮某个国家的王子 造了一个高还原的人造人吗 运用了初级人工智能技术 除了你和那个王子 这两个知情者之外 其他人眼中的王妃 不是就像活生生的人一样吗 林玲一语惊醒梦中人 江辰猛地反应了过来 自己只是潜意识里 将他当作人来看待 但却没有思考过 他是不是人 这个问题 你是说 那个田中是人造人 江辰愣没道 无 我可没这么说 林玲的小脑袋摇成了波浪鼓 不过联系到他一只帽子不离身 问题肯定就出在那个帽子上 这我当然知道 江辰无奈地笑了笑 所以呢 聪明的林玲小姐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林玲脸一红 显然他也没想出什么好的办法来 然而他又不愿意坦率地承认 嗨嗨 总之 你得先给我把那个帽子弄一顶过来 只有研究过之后 我才能下结论 就在这时 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接着门揭开了一条缝 胸前记者围裙的摇摇 出现在了门口 那个 该吃午饭了 等吃完饭以后再忙吧 一听说吃饭 林玲脸开心地跑出了门外 将江辰抛在了身后 看着林玲的背影 江辰好笑地摇了摇头 也跟着走了出去 一家人融洽地享用过午餐后 江辰返回了县市 但没过两个小时又回到了这边 如往常一样 他设置好传送点 向别墅后院的仓库中 补充了300来吨的大米 土豆 熏肉 蔬菜 食盐 辣椒等食物 食品贸易的规模越来越大 上海市的人口也越来越多 原本每隔一个季度搬运一次 现在每隔一个月就得跑一趟了 不过好在有林玲发明的四次元传送装置 江辰只需要设置好传送点 站在县市那边就能往这边扔东西了 所以搬完这300来吨的货物 也没用去他很多时间 给王晴发了条讯息 让他将这些食物全都转运到基地仓库保存后 江辰回到了别墅 打开了冰箱 将生鲜食品和各种海味塞了进去 别墅外和别墅内的食物是不同的 前者是蔚来人集团从澳大利亚批发 而后者是从科罗岛的市场上采购的新鲜食物 做完这些事后 江辰没有立刻返回县市 而是在营地内到处走了走 全当是散心 正值12月底 废土的上海市下着很大的雪 白茸茸的雪花覆盖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在日光的照耀下 散发着如香金鞭般的金银 铲雪车在广场上劳作着 将雪推到基地之外 孩童从空地上跑过 捡起雪球嬉戏打闹 哨兵们拄着步枪列队踏过 与爬虫无人机一同巡逻 一路上 看到他的人都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 向他敬礼 对于这位恢复上海市秩序的元帅 生活与此的幸存者是发自内心的尊敬者 而对于向他敬礼的人 江辰只是笑了笑表示回礼 没有打扰他们的工作 老实说 看着这些人眼中的尊敬 还真让人有种飘飘然的感觉 在路过火箭发射场时 江辰突然想起来什么 于是向着航天科技研究所的方向走了过去 第706章 索马里上空的云 县是索马里摩加迪沙 一名穿着皮加克的男子拖着行李箱 流星大步地从机场走出 高耸的鼻梁上架着圆框墨镜 刀削的脸看上去颇有几分彪悍 让人一眼看上去就能感觉到 这家伙不好惹 站在了机场外 加雷特环视了人来人往的街道 伸手在耳脉上按了下 这里是加雷特 已经抵达摩加迪沙机场 收到 就像打电子游戏一样 蓝色的路标直接浮现在了他的视域中 标出了任务地点 谢特 这玩意儿还真是方便 自言自语的喃喃了句 加雷特视线锁定了目的地的方向 穿过人群 静止向着那蓝色路标走去 静止穿过了一条街道 他拐进了一家当地人开的旅店 没有去前台开房 而是静止去了楼上 停在了503号房的门口 然后轻轻推了下门 门开了 如幽灵特工说的那样 门没有锁 加雷特走进门内 靴子在木制的地板上压出了支压的声响 小心地环视了下四周 他关上背后的门 静止走到床边 从枕头底下取出了房卡 一切都如任务简报中的那样 咧嘴笑了笑 他接着蹲下身 从床底猛地拉出了一提密码箱 输入密码 咔的一声 箱子弹开 露出了那散发着漆黑色金属光泽的撕裂者步枪 还有橙黄色的子弹与弹夹 将装备倒在了床上 步枪和无人机塞进了旅行包 手枪插在了裤兜内 完成武装之后 他提着行李箱再次出了门 走到了楼下 一位穿着灰衬衣的黑人掐灭了烟头 迎上前来 先生 需要保镖吗 四百美元一天 我可以保证您在索马里的安全 你有车吗 当然 在索马里 保镖就是司机 黑人笑着 露出了满口白牙 加雷特点点头 一挥手 带我去看你的车 好嘞 我的名字有点长 你们外国人叫不习惯 你可以叫我纳西德 史密斯 加雷特淡淡地说道 史密斯 这是他护照上的名字 纳西德的车停在酒店不远的水果摊旁 旁边还坐着几个啃苹果的小孩 赶走小孩之后 纳西德拉开车门 对加雷特做了个请的手势 改装过的丰田皮卡 车子后面的脱箱内能看到焊接过的痕迹 不用怀疑 这家伙以前肯定是干土匪之类的行大 要问为什么 因为丰田皮卡家 50机枪几乎是恐怖分子的标配 在伊拉克和恐怖分子躲猫猫了五年多 加雷特对这些玩意儿再清楚不过了 不过此刻他什么也没说 坐上了副驾驶位 系好安全带 去哪 黑人司机发动了汽车 偏过头问道 胡杜尔 准备开车的纳西德明显愣了下 怎么了 加雷特问道 那里不太平 我不推荐你去哪 那里是沙巴布的据点 你应该听说过 他们对美国人很不友好 纳西德说道 加雷特咧嘴笑了笑 你只管带我到那里 然后放我下车 纳西德做了个无奈的表情 如果你坚持的话 就在纳西德上车的同时 一位戴着黑头巾的女子 开车抵达了胡杜尔以北的沙漠 将这辆二手轿车停在了一座沙丘旁 那女子一把扯下伪装的头巾 同时将纯黑的袍子也丢在了车上 露出了清秀的脸 以及那原本被掩盖着的 带有光学隐形功能的沙漠色作战符 绕到了车后 她拉起后备箱 从里面取出了藏着的鬼魂狙击步枪 以及无人机背包 将狙击枪扛在了肩上 她打开全息地图 确认了目标制延场的坐标 以及周遭地形的等高线 然后向着旁边的沙丘走去 小型无人机终端被安置在了沙丘背后 她紧接着启动了光学隐形 向沙丘顶上前进 匍匐在沙地上 她架起手中的狙击步枪 十字准星锁定了那间 藏在小村落中的制延场 幽灵鸟已经就位 等待进攻指示 制延场的实验室内 田中将玻璃管 接入了乘着透明色液体的烧瓶内 小心翼翼地导入了湛蓝色的试剂 在蓝色融入透明液体的那一瞬间 化学反应陡然闪现 原本不相容的蓝色叶珠 顷刻间消影无踪 站在一旁看着的黑人 瞪大了双眼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学会了没 田中笑咪咪地问道 那黑人收起了惊讶的视线 装作没有听见 看向了一边 不用紧张 我知道你是沙巴布头目派来偷尸的 不过配置这种病毒 你可得小心哦 一个不注意 你可能害死所有人 就在这时 门突然被推开了 一名棕肤色男子走了进来 用日语向田中说了两个字 来了 田中表情略微有些惊讶 但很快便恢复了正常 从烧瓶上取下了玻璃管 然后走到了另一张桌子前 居然来了 看来江辰海誓的让我惊讶了下 要怎么做 棕肤色男子沉声问道 向沙漠中转移的预言有多少吨了 97吨 田中满意的点点头 拿起试管 在里面倒入一点点不知名的粉末 然后将试管中浑浊的液体 倒入了烧瓶中 按上软木塞 将烧瓶举到了白赤灯前 端详着页面上的油状光泽 田中不知所指地笑道 很好 足够了 将烧瓶塞到了那名黑人化学家的手上 田中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眯眯地用英语说道 看了这么多遍 试着自己尝试下吧 黑人望着手中的烧瓶 不知所措地看着田中 我 我该怎么做 将那边那个棕色瓶子中的胚胎干细胞样品 加入到烧瓶中 然后放在培养敏中 37摄氏度培养两小时 病毒的最后一步就完成了 我去上个厕所 然后再去吃顿饭 放心 危险的步骤我都已经完成了 大胆去尝试 你可以的 留下了这句话 田中与那名棕肤色的男子走出了门外 留下了一脸茫然的黑人化学家 你把配方告诉了他 没错 反正他也活不久了 田中笑眯眯地说道 制炎厂所在的村落内 算上老人 小孩 父女 人口大概有1000人 其中500人与毒品生意直接或间接相关 在沙巴布的帮助下 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接管了祝先生的生意 现在他就是这里的老板 所以当他走出制炎厂的时候 这些愚昧的土著 看向他的目光都是敬畏 对于这位即将带给他们死亡的男人 他们没有半点知觉 走到了大门口停着的丰田皮卡旁边 田中拉开了车门 却没有坐进去 抬头望着刺目的太阳 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轻声说道 黑船已经迎来了最后时刻 很快 全世界都将记住我们的名字 为这个名字而恐惧 在我们吹响的末日号角中迎接和谐纪元 萨克达 你是选择在这里迎击我们的敌人 还是随我去结局 有区别吗 没有区别 我们的终点相同 那我选择在这里迎击 棕肤色的男子沉生道 一片云彩 遮蔽了那渐渐下沉的日光 田中笑眯眯的点了点头 拍了下他的膀子 武运长久 第707章 远海掠影 推开门 北风裹挟雪花 吹了一地 江城关上门 将防寒服挂在了墙边 向航天科技研究所内走去 相比起以前那个小作坊 现在的航天科技研究所 无一可以称得上 是像那么回事了 宽阔的前厅 五层高的大楼 虽然研究员依旧短缺 但至少空间大了不少 静直来到了蒋林的实验室 只见他正与几名身着白大褂的研究员 围着一台两人高的油桶 捣固着什么 走上前去 江城打量了这油桶式的玩意儿片刻 出声问道 这是 名为信使 泛亚合作所属的空间望远镜 最远可观测 距地球138亿光年的原始星系 捕捉宇宙大爆炸之初的光线 可对一到五十光年内星系 进行直接观测 拍摄星球地貌概况 还可观测黑洞 暗物质等等 将手头的事放在了一边 蒋林向江晨解释道 好家伙 这东西是从哪弄来的 盯着这玩意儿 江晨饶有兴趣地问道 赵氏集团弄来的 据说是从台北航天发射基地 这台空间望远镜 原本是用于探索地外文明 不过在投入使用之前 三站就爆发了 所以这东西被运进了台北的避难所 你说让我搜集跟航天有关的一切设备 所以我就买下了 多少钱 一万信用点 蒋林耸了耸肩 一万信用点 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一笔巨款 但对于NAC来说却不算什么 若是放到战前 这台空间望远镜的造价 怎么说也得百亿泛亚币 而现在 它也就值千余个罐头而已 物美价廉 你做得不错 江辰笑道 接着又打量了这玩意儿几眼 怎么样 这东西能修好吗 这东西本来就没坏 只是还没有完工 台北那边的幸存者将设计图纸和地面监控设备 一并卖给了我们 只要消化了其中的技术 将剩下的那点零件造出来 然后装上去就行 一旦这台空间望远镜完工 并由星环帽椅发射升空 物镜天泽号与格力泽581克行星的神秘面纱 也将被星环帽椅彻底揭开 只有能亲眼看见自己的敌人在哪 地球文明才可以算是拥有了与之一战的可能 吩咐蒋林尽快完成这台空间望远镜之后 江晨离开了航天科技研究所 在前往社区中心的路上 正巧撞见了正在找他的王晴 从他的表情上看 应该是有急事的样子 有什么事吗 停住了脚步 江晨看着他问道 王晴点了点头 柳丁镇那边传来了球员信号 柳丁镇 随着经济往来日渐密切 柳丁镇虽然依旧独立于NAC主导的上海市秩序之外 但现在俨然已经成为了NAC的附庸 原因无他 无论其具备多强的空军实力和远程火力 他的根基终归是在海上 很多东西严重依赖于从岸上幸存者基地进口 想想也是一个航母大小的地方能够支撑起什么工业 越来越多的中小型幸存者聚居地 冲井与NAC制下区域内的秩序 随着与第六街区贸易日渐紧密 干脆主动申请加入到了NAC的经济区之内 接受NAC军政府的保护 为此还能因此省下一笔不小的关税和军费 这其中就包括为柳丁镇提供弹药补给的啤酒瓶公司 以及与柳丁镇贸易往来密切的港湾小镇等等 而对于这些中小型幸存者聚居地 NAC给予他们高度的自治权 唯一的要求只是遵守NAC指定的宪法 按照宪章向NAC纳税等等 一众小弟全都投靠了NAC 柳丁镇自然就成了NAC的小弟 虽然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但在柳丁镇开过几次内部会议之后 在以唐米亚为首的资本家主导下 柳丁镇与NAC签署了象征着友好的防卫同盟协定 对于柳丁镇的球员信号 NAC当然有异物响应 只不过江辰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就这么临时回来一趟 居然会碰上这档子事 敌人是江辰看着王晴问道 还不确定是不是敌人 王晴摇了摇头 渤海号航母附近出现了一艘驱逐舰 一直徘徊在上海市港口五公里外的位置 由于不确定对方是否存在敌意 柳丁镇这些天来一直都在紧张地应对着 驱逐舰 江辰微微皱眉 让他担忧的倒不是什么驱逐舰 而是出现在上海市附近海域的新势力 能拥有驱逐舰 想必应该不是什么小虾米 无论这艘驱逐舰是继承自战前 还是他们自己造的 都足以证明他们不好对付 而且最让他感到不可思议的还是 居然有人能够在危险的深海上航行自如 江辰可是听赵陈武说过 赵氏集团有一只小型船队 但基本上是不敢离开前海海域的 只敢沿着陆地航行 海洋中的怪物比陆地中的可怕一百倍不止 除开两极分化的极端变异生物 陆地上最强也不过死爪之母 在50式电磁炮面前一样趴着走 而在海洋中 无论是上线还是下线可都是个未知数 毕竟两者物种无论是数量 密度还是体积都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别的不说 一头变异蓝晶 差不多就相当于一艘渤海号航母的大小了 江陈曾经看过变异蓝晶的照片 是出海日本的商人拍摄的 那契吞山河的体积 实在让人想不出该用何种武器去战胜 柳丁镇方面与驱逐舰上的人接触过没 他们曾经试着去其接触 但对方似乎对对话持消极态度 不愿意展开对话 只是徘徊在远海附近吗 柳丁镇方面会感到紧张是显然的 双方距离太近 任何误判都有可能导致擦枪走火 到时候对面驱逐舰一炮打过来 引擎坏了20多年的渤海号连躲都躲不了 柳丁镇方面的意思 江晨问道 他们希望我们履行共同防卫协定 王晴说道 江晨点点头 沉吟了片刻后说道 从第一兵团抽掉一个赢的兵力部署在恒沙岛 派出工程队在恒沙岛上修筑炮台和防御攻势 这事交给陈卫国去做 他知道怎么把分寸 恒沙岛属于耐克管辖范围之外 当地有两座一种巢穴直接派兵进入吗 王晴问道 一种巢穴 正好耐克的炮兵好久都没军演了 一千发燃烧弹洗地 然后再进入区域 江晨大手一挥下令道 是 王晴立正行礼领命而去 第708章黑色行动 索马里 胡杜尔地区 天气晴 一张大网已经围绕至延长所在的小镇拉凯 负责正面进攻的改造战士加雷特 担任支援的幽灵特工 以及部署在附近以防万一的星环海军陆战队士兵 所有战斗单位都已经到达预定位置 只等天黑发起总攻 西洋剑邪 昏黄的光韵笼罩着红土坡的外园 将周遭的沙丘度上几分血色 皮肤有黑的村民们握着长树枝 将山羊赶回羊圈 卡车从土路上开过 扬起一片尘埃 车上跳下几名背着K47的武装分子 张罗着旁边的村民 将卡车上的茶叶卸下 拉进制度场中 匍匐在沙丘上的幽灵特工 深呼吸了一口气 将视线从瞄准镜上挪开 伸手在右臂的触屏上连点了几下 为了防止狙击手窥探 这些武装分子很聪明地 在建筑物之间拉上绳子 然后在绳子上挂上染色的布条 不过对于装备着高科技的幽灵特工来说 这些土办法并非那么有效 唯一麻烦的是村落中的平民 想要避免物伤很困难 全息屏幕浮现 呈现在他眼前的是村落的俯瞰图 无人机已经抵达置研厂上空 用红外识别装置 将属于武装分子的热源标出 以二线定位法将目标的立体位置 直接呈现在幽灵特工的视网膜上 天色终于暗了下来 除了还在站岗的武装分子之外 村民们都已经回到了家中 合上了门窗 整个村子都笼罩在一片寂静的黑暗中 当最后一缕灯光熄灭 等待在公路旁的加雷特 从旅行包中取出了撕裂着步枪 干净利落地上膛 然后提着步枪向村落侧面的围墙走去 代号幽灵鸟的特工 已经将敌方单位的热源坐标 共享到了他的芯片中 虽然肤色自带黑夜迷彩 但处在无人机的监控之下 这些藏在黑夜中的武装分子和站在聚光灯下没什么两样 三点钟方向有两名哨兵 贴在墙边 加雷特在耳脉上按了下 你那边可以打到吗 隔着一栋民房 只能靠你自己了 OK 话音落下的同时 加雷特从背后的背包中取出了无人机 像扔飞盘一样狠狠地抛向了空中 翁 短促的翁鸣声呼啸而过 那两名站岗的哨兵还没反应过来 一连串的血珠便从他们身上溅起 无力地软倒在了血泊中 端着步枪 加雷特从阴影中走出 伸手摘回悬停在两人尸体上方的疯鸟无人机 然后端着步枪向制炎场的方向突进 可就在这时 一声凄厉的惨叫 突然间划破了小村的寂静 紧接着 在村子的另一侧 枪声也如洒豆子般响起 加雷特神色一领 以为自己的行踪已经暴露 立刻扑到了小径的掩体旁 架起步枪并切换到了自动挡 惨叫声惊醒了熟睡中的村民 灯光三三两两的亮起 当然也有人再也不会醒来 次第亮起的灯光点亮了黑暗的村落 哭嚎声惨叫声枪声此起彼伏 加雷特等待了许久 预想中的围攻并没有到来 情况不对 幽灵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发生了什么 你那边看得到吗 加雷特皱眉问道 是丧尸 村民们被感染成了丧尸 丧尸开始攻击武装分子 他们正在自相残杀 草 这个疯子 加雷特暗骂一声 立刻端起步枪 向着制研厂的方向冲去 这次行动没有向索马里当局申请 而此刻整个村子的人都变成了丧尸 这么大的案子绝对不可能压得下来 而如此惨重的无关人员伤亡 势必会引起当地军阀 国际观察组织 以及驻扎在亚丁湾的美军的注意 兴环贸易绝对不能背上这口黑锅 只能速战速决了 好 有黑的皮肤上染着斑斑血迹 面目猙獰的男人从黑暗中窜出 狠狠地扑向了加雷特 从他面目中的胸光与敏捷的伸手来看 他显然不是一只普通的丧尸 加雷特毫不避让 闪电般的一只手探出 倾注了那丧尸的脖子 然后狠狠地一捏 只听喀的一声 那丧尸的脖子应声而断 瞳孔中的嗜血渐渐退去 没做任何停留 加雷特架起步枪 继续向着制炎场的方向狂奔 远处枪声响起 急射的子弹从侧面贯穿了准备偷袭加雷特的丧尸 小巷的地形太过狭窄 步枪的长射程在接近战中难以发挥 虽然他们是来摧毁病毒的 但却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上丧尸 该死 早知道就带把喷子来了 血溅了加雷特一脸 他一边拔出了插在丧尸眼中的匕首 一边狠狠地在通讯频道中骂道 谢特 这些丧尸不对劲 他们似乎出现了变异 你最好快点 这里的骚乱已经惊动了当地的地方武装 我们没有申请入境 他们恐怕不会很友好 我知道 一枪拖砸倒了扑来的丧尸 加雷特架起步枪扫倒了七八只丧尸 猛地砸开木门 冲进了一间民宅 地上趴着一只丧尸 正在啃食着一具尸体 在他反应过来之前 他冲到了后院中 深吸一口气 猛地一脚踹向了沙土墙 钛合金骨骼驱动 内置动力模块功率运转至最大 这一脚踹实了 只听哗啦的一声 整栋沙土墙直接向后倒去 将墙后面的两只丧尸 直接埋在了地上 因为骚动将丧尸都引向了 他刚才在的那条街 所以这条街上丧尸很少 前面就是制炎场 一边奔跑着 加雷特一边咬着牙说道 幽灵 地方武装已经发现这里的状况了吧 是的 从卫星画面上看 你只有15分钟的时间 足够了 制毒场内的枪声已经停歇 从无人机传来的热源信息来看 显然是丧尸影了 妄与恶魔交易换来胜利的沙巴布 最终被恶魔狠狠地咬下了一块肉 黑船组织从来没有任何盟友 一切拒绝接受进化的人类都是他们的死敌 冲进了制毒场内 十数只腰间还挂着步枪的丧尸 亮呛着向加雷特扑来 橙红色的火光从枪口跳跃 加雷特扣着扳机 瞬间射爆了那几只丧尸的头颅 咔 弹夹打空 加雷特从腰间摸出新弹夹 正准备换上 可就在这时 突然一道静风从侧面袭来 无感被强化过的加雷特 立刻做出了反应 将步枪架在了胸前 轰 钢化塑料的枪身竟是被这一击 直接轰成了两截 甩掉了断成两截的步枪 加雷特戒使后跳 与那人拉开了距离 并视线锁定在了他的身上 谁 棕肤色的男人甩了甩手臂 摆出了起手势 全身的肌肉已不可思议的幅度膨胀着 是谁不重要 那原本平和的眼中 骤然闪烁着如老鹰般的胸 你只需要知道 今天你会死在这里 以兴环贸易士兵的身份 你确定 加雷特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宁笑 第709章 东京实施轨 东京 熙熙攘攘的街上 一辆黑色面包车 从武田制药大楼 两条街外的地下车库中开出 根据幽灵特工搜集到的情报 就在今天 由防卫省牵头对武田制药手中 T病毒数据进行转移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参与转移行动的 不仅有日本防卫厅情报本部 还有直接听命于首相的 内阁情报研究办公室 以及路上自卫队二部别是参与其中 不过真到了转移的那天 他们的阵仗却意外的低调 除了那辆黑色的面包车之外 日本情报机构的全部精力 都用在了转移CIA的注意力上 武田制药社长古村洪失踪 防卫大臣已经将这笔账 算在了美国人的头上 在他看来 能在日本神不知鬼不觉地 将古村洪绑架出境的 除了CIA之外 再没有别人有这实力了 而他们极力掩盖的 关于古村洪失踪的消息 也是最先从数千公里外的 加利福尼亚州的报社泄露出去的 更是为中古原的猜测提供了佐证 不过日本政府丝毫没有意识到 盯上他们的另有其人 就在黑色面包车开出车库的同时 距离这辆面包车200米开外的 一辆停在服装店门口的白色轿车 也跟着缓缓地动了 目标已经离开车库 收到 结束通讯 新野白瞥了眼右臂上的屏幕 通过无人机传来的画面 确认了黑色面包车的位置 不紧不慢地与他保持着300米的距离 现在正处在市中心范围内 不方便动手 只要等到车开到目标街道 新野白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微笑 顺便一提 面包车继续向着设伏的地点行驶 但他丝毫不着急 因为从头到尾 那辆面包车都没有摆脱无人机的监控 可就在这时 一便突然发生了 一辆迎面行驶过来的奔驰汽车 突然猛打方向盘 闯进了逆行车道 毫无征兆地撞向了那辆黑色面包车 猝不及防之下 谁都没有反应过来 那辆奔驰明显经过改装 竟然硬生生地将那辆黑色面包车撞翻了过去 人群惨叫着四散逃离 然而地狱才刚刚开始 轰 火光从那轿车中窜起 瞬间吞没了那辆漆黑色的面包车 以及附近的人群 纷飞的碎片刮倒了逃窜的路人 鲜血和断枝洒在了街上 急刹车的车辆撞在了一起 来不及避让的车辆撞上了公路旁的商铺 突如其来的爆炸 彻底瘫痪了这条路的交通 等待着红绿灯的猪玉 愣愣地看着屏幕中的火光 一时间呆住了 很快 他反应了过来 对无人机输入了返航指令 同时向埋伏在预定位置的同伴下令道 目标已被摧毁 任务取消 不知道是谁 抢在了他们的前面 将病毒的数据和样品炸成了碎片 是CIA 不 他们应该不是想摧毁病毒 而是得到病毒 可究竟会是谁 猪玉宁拧紧了秀眉 陷入了沉思 突然 车窗外凄厉的惨叫声 将他惊醒过来 是 是丧尸 骗人的吧 怎么可能 这玩意儿怎么可能出现在东京 快跑啊 开车 开车 快开车 嘈杂的日语与汽车的鸣笛声 此起彼伏 十字路口附近发生的交通事故 彻底瘫痪了整条街区 而突然爆发的T病毒 又让这一切陷入了更为恐怖的混乱 这不是漫画 也不是电影 浑身血迹的活死人 踉呛地在停滞不前的车流中穿行 用他们那没有痛绝的手凿开车窗 将逃窜的人扑倒在地 啃咬着他们能看到的一切血肉之躯 扩充着他们的活死人大军与恐惧 目睹着眼前的血腥 朱玉突然想了起来 车上不仅仅有病毒数据 还有田中最新研制的改进型病毒样品 没时间耽误了 现在留在车上无异于等死 朱玉立刻推开车门下车 顺着人潮向远离感染源的方向跑去 而就在这时 街道旁的大荧幕上 突然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 一张表情甚是愉悦的脸 还有那顶标志性的鸭舌帽 各位中午好 我叫田中 数千公里外的索马里 置眼场内 加雷特与萨克达对峙着 看着眼前男人摆出的起手势 加雷特微微眯起了眼睛 太拳 萨克达没有说话 用拳头做出了回应 搜 破空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那仿佛能凿穿钢板的铁拳 令加雷特神色陡然一领 收起了全部轻视之心 又是一道破空声 萨达克老练的虚晃一拳 一记狠力的肘击打出 直取加雷特的面门 砰 一声闷响 一滴冷汗 萨达克的瞳孔渐放大 他这一肘 就好像撞在了铁板上 不 若是铁板 接受过基因改造的他 都有信心洞穿 然而此刻 却是被眼前男人一只胳膊 轻描淡写地给挡了下来 不只是如此 从那钻心的剧痛上看 他的右手应该是废掉了 看来不只是他变异过 眼前的这个男人 也发生过某种程度的变异 而且是更可怕的改造 不用惊讶 老子的骨头是钛合金 加雷特嘴角一脸 狠狠地一拳砸向了他的面门 将他的鼻梁直接揍得凹了进去 整个脸颊骨都断成了竖节 这一拳 你先替那个叫田中的家伙挨着 下去后 替我谢谢他 将断气的萨克达扔在了一边 加雷特打开全息地图 好不拖沓地向着目标位置走去 推开幕门 他来到制炎厂的地下室 这里病毒密度很高 不过对于注射了基因药剂的他来说 再高密度的病毒对他也没有作用 顺手解决掉了扑来的黑人丧尸 加雷特静止向感染源的方向走去 感染源是一个培养民 病毒就是从这里泄露的 旁边放昭数十包预言 桌子边上还有一箱 盛着危险液体的玻璃瓶 所有病毒都在这里 只有11公斤 怎么可能 加雷特咬牙 立刻放出了无人机 然而找遍了整个制炎厂 都没有找到田中和更多的病毒 只有一种可能 黑船组织已经将原料 或新制成的病毒全部转移了 加雷特一拳锤在了墙上 将水泥墙打出了一个凹痕 法克 这时 幽灵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地方武装距离制炎厂只剩5公里 我们必须立刻撤离 收到 加雷特关掉麦不甘心地回头看了眼这间制炎厂 从地上拾起了那断成两截的撕裂者步枪 向制炎厂外撤离 第710章乱局 阿依莎通过一批上的四次元发信装置 将江陈叫回了县市 她怎么也没想到 就离开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外面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是幽灵特工从日本那边传来的消息 日本东京爆发T病毒 整个品川区被紧急隔离 10万余人被感染成丧尸 陆上自卫队紧急投入5000名作战单位前往东京 而与此同时 驻日美军也紧急出动了5架鱼鹰直升机 空降一个连的海军陆战队士兵 前往品川区展开救援活动 也正是在这次事件中 田中的脸登上了东京银座LINE的大荧幕 首次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之中 各位中午好 我叫田中 你们可能对我的名字很陌生 但没有关系 你们一定听说过我研发的病毒 关于我这么做的动机 你们不必尝试去理解 如果非要刨根问底的话 这大概便是战争吧 是的 这是战争 人类文明将迎来没有虚伪 没有罪恶的黎明 期待黑船到达的那天吧 祝你们好运 虽然田中将自己的行为称之为战争 但世界媒体依旧将这次袭击定性为恐怖袭击 并称之为亚洲版91事件 虽然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在第一时间控制住了局势 用铁丝网拉起隔离带 疏散隔离区内的幸存者 但十数万的伤亡数字 依旧让这个国家 乃至整个世界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类似的事件不是没有发生过 1995年3月 日本某邪教组织就曾在东京地下铁释放砂林毒气 造成大量伤亡 然而与这次替病毒泄露事件的伤亡人数相比 95年的事件也只能算是小儿科了 对于日本发生的危机 我方表示沉痛的哀悼 对于将生化武器用于手无寸铁的平民 我方表示强烈谴责 这是一次全球性灾难 关于在病毒事件中死亡的9名公民 我们的海报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克里姆林宫已经下达全国通缉令 如果田中或黑船出现在俄罗斯境内 法国 然而就在东京发生T病毒事件的第三天 索马里的胡杜尔以北的小镇 引来了全世界的目光 一夜之间 987位村民与45名武装分子 全部死于非命 而死因正是T病毒 不 准确的来说 是T病毒的改良版 当地武装在听到枪声和爆炸声之后 立即向目标村落派出了部队 然而这群乌合之众显然低估了丧尸的战斗力 直接开着丰田皮卡 架着机枪就撞了进去 若是普通的丧尸 或许十几条枪就能轻松镇压 而偏偏这些丧尸中混杂着变异中 尤其是一种全身肌肉如肿瘤般膨胀的丧尸 直接从侧面撞翻了一辆皮卡 这些民兵们才意识到自己草率的行为捅了马蜂窝 冲进村庄的30名民兵送了菜 控制着贝莱德文地区的军阀 立刻派出了一个团的兵力 封锁了胡杜尔以北的沙漠区域 隔着老远设立了检查站 同时派出士兵疏散该区域的村民 然而他们的效率显然不怎么样 两天的时间内 扩散到乡邻地区的丧尸 将至少五个千人规模的村庄 变成了活死人之地 不过麻烦的是 病毒爆发的村庄 位于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的边境 而且是在地图上画着虚线的争议边境 因为索马里政局混乱的缘故 贝莱德文军阀第一个年头 不是向联合国求救 而是愚蠢地选择了封锁消息 这可坑惨了邻国埃塞俄比亚 直到事发第三天 埃塞俄比亚才从自己这边的小镇上 收到了消息 有奇怪的人从索马里那边穿越国境 一言不合就张嘴要咬人云云 幸运的是 埃塞俄比亚军方在第一时间 派出了一个师的兵力 甚至动用了装甲车和坦克 将这些丧尸挡在了国境之外 与此同时 埃塞俄比亚向联合国求援 也正是因此 虽然与东京同时爆发T病毒 但发生在索马里的病毒事件 直到三天后才被公众知晓 新月岛 星环贸易军事基地 加雷特站在江晨的办公桌前 脸上的表情既有些尴尬 也有些忐忑 站在他旁边的幽灵特工 代号幽灵鸟 本名为百尼斯 也算是资历比较老的特工了 然而行动却出现了意外 索马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加雷特你先说 江晨手指敲着桌面 脸色很不好看 我们制定了抓捕计划 然而田中并不在制研厂内 在制研厂中搜到的T病毒 也只有11公斤 加雷特立正说道 江晨看向了百尼斯 百尼斯的表情有些尴尬 因为情报是幽灵特工这边负责收集的 而他们也确实从线人那里 收到了可靠的消息 田中连续几天都待在制研厂内 每天都会有至少三辆卡车 开进村子里 卸下从埃塞俄比亚那边走私的茶叶 而就在行动的那天 田中人却没了 一同消失的 还有培养病毒的材料 以及这几天来田中制备的病毒 抱歉 数百公斤病毒提取液下落不明 同时失踪的还有近百吨病毒原料 你觉得我现在想听的是你的抱歉 江晨盯着百尼斯的双眼 深吸了一口气 但没有继续再为难他 就在这时 江晨的腕表震动了下 他此前吩咐过简 随时观察网络上关于T病毒的消息 现在找他 只怕就是为了这事 你们先下去吧 江晨摆了摆手 说道 是 加雷特和百尼斯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相视一眼 退了下去 办公室的门关上后 江晨在手表上按了下 简的全息影像浮现在了他的手边 有新消息 什么消息 贝莱德文地区军阀 拒绝执行索马里当局签署的 关于美军接管感染区的请求 并威胁如果美军强行进入贝莱德文地区 将撤销全部设立在感染区外的检查站 让丧尸向索马里全境扩散 很好 那个傻瓜在玩火 然后呢 不是每个人都有用病毒作为威胁筹码的资本 贝莱德文地区军阀显然高估了自己的战斗力 在东京事件发生之后还敢这么放肆 这简直是和全世界为敌 而简接下来的话也确实印证了江晨的猜测 两小时前联合国通过战争决议 6架F18大黄蜂从美国驻亚丁湾军事基地起飞 同时行动的还有12架鱼鹰运输机 第711章索马里战况 联合国批准北约对索马里出兵 三票同意 两票弃权 索马里当局接受决议 表示愿意配合北约军事行动 贝莱德文军阀与青年党领袖均发表声明 称索马里当局的行为是无耻的背叛 将会将这场抵抗战争进行到底 同一时间美 英 法 德 义 加拿大等国对贝莱德文军阀宣战 埃塞俄比亚向北约授权军事通行 如此迅速的反应 不由让人联想起了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 或许是出于为盟友复仇 或许是因为T病毒的恐怖死亡率 亦或许是因为从一开始 这就是一场涉及全人类的战争 任何对田中提供庇护的组织 都将被连根拔起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双方参战兵力超过20万 北约与索马里政府军方面 共投入9万人 而贝莱德文军阀则动员了15万 双方在首都摩加迪沙东北部地区 爆发第一轮交火 而战况也是显而易见 在美驻吉布提空军基地的支援下 上千发战斧导弹 几乎瘫痪了贝莱德文军阀 全部装甲单位 北约地面部队依靠机械化装甲 配合地面部队向贝莱德文推进 不过战况也并非美国想象的那般轻松 精通游击战术的贝莱德文军阀 依靠丰田皮卡和标配107火箭炮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近距离突袭M1A1主战坦克 对美军装甲单位和士兵 都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与此同时 贝莱德文军阀受到了塔利班和基地等组织的支持 在战斗中表现异常顽强 或许这些土著最终会输 但等这场战争打完 或许得等到下个月了 T病毒事件或将引发亚洲经济萧条 日本楼市迎来90年代以来最大跌幅 放下了手中的报纸 江陈叹了口气 陈吟片刻后开口向简说道 帮我联系夏施宇 从集团中准备出50亿流动资金 我要收购东京地产 日本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抄底良机就快到了 好的 董事长先生 不过现在是考虑这事的时候吗 简问道 你不懂 人是一种经济动物 江陈笑着摇摇头 说了句令人工智能意义不明的话 距离他回来 又过去了两天 而距离东京T病毒事件 已经过去五天了 联合国突然批准北约 对贝莱德文军阀的军事行动 将索马里的局势 搅成了一团悉泥 然而关键人物田中 至今下落不明 幽灵特工通过对天眼X一间谍卫星拍摄到的画面进行分析 最终确定田中在袭击当日 搭乘返回埃塞俄比亚茶园的车队离开索马里 然而因为所有人都戴着头巾 面部特征无法区分 调查一时间陷入了困境 不过就在这时 幽灵特工花重金在沙巴布培养的线人 却是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 根据情报 沙巴布青年党 近些日子来 开始将人员和装备向肯尼亚的曼德拉地区转移 曼德拉地处肯尼亚与埃塞俄比亚 索马里三国交界处宗教势力错综复杂 下次和你们的线人联络的时候帮我问问 他们的领袖脑子究竟是怎么长的 将手中的情报扔在了桌上 江臣的眉头总算是舒展了几分 百尼斯耸耸耸肩 语气有些无奈地向江臣汇报道 他们相信 只要掌握了令西方国家恐惧的T病毒 就相当于掌握了核武器 就能与世界主流国家平起平坐 通过谈判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 所以与田中交易之后 沙巴布这个原本边缘化的恐怖组织 立刻得到了 IS基地 塔利班的重视以及援助 直到现在 他们依旧指望着田中能帮助他们打赢这场战争 他们在做梦 江臣哼了声 别的不说 各国每个月都会向未来人生物采购大量的抗病毒疫苗 穷苦的非洲人民或许对疫苗没什么免疫力 我们呢 去踹醒他们 从办公桌上取过一份文件 江臣刷刷地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然后丢在了百尼斯的怀中 最后一次机会 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摧毁病毒 摧毁黑船 盯着他的翠绿色的眼睛 江臣一字一句地说道 江臣的视线让百尼斯感到有些窒息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立正道 明白 那就快去 江臣挥了挥手 示意百尼斯可以走了 抱着文件离开了办公室 百尼斯顺手了带上门 办公室重新空荡了下来 江臣深吸了一口气 伸手在眉头上揉了揉 剪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剪的全息影像浮现在了他的身边 面无表情地看着江臣 问 什么是好办法 杀掉田中 江臣说道 剪沉默了两秒 开口说道 这很难吗 他像老鼠一样狡猾 又比蟑螂还难杀死 就连他能复活几次 我们这边都一无所知 他想要什么 剪问道 毁灭世界 凭借一个人 他如何做到毁灭世界 他手中的T病毒 以及十几光年之外 为他出谋划策的黑船 那就摧毁所有病毒 然后切断他们与黑船的联系 剪的回答非常抽象 摧毁所有病毒 哪有这么简单 他现在所能做的 也就是跟着黑船的屁股后面跑 他们把制毒场开在哪里 兴还贸易的士兵就去哪里 江陈笑着摇了摇头 可就在这时 他突然愣住 等等摧毁病毒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虽然有些荒谬 但似乎可行 北约的军事行动 搅乱了索马里地区局势 这对于星环贸易的行动 势必会产生影响 然而另一方面 混乱的局势 同时也为星环贸易展开第二次军事行动 提供了浑水摸鱼的条件 12月31日 北约联军与贝莱德文军阀 在贝莱德文郊区发生交火 这是进入贝莱德文的门户 贝莱德文突然宣布 将撤销感染区的全部检查站 将数千名感染者放生 谴责已经没有异议 埃塞俄比亚陆军突然宣布参战 坦克和步兵开过边境 接管了感染区的守备 贝莱德文军阀父辈受敌 灭亡只是明天或者后天的事而已 与此同时 加雷特 幽灵特工 以及12名星环海军陆战队士兵 相继抵达了肯尼亚 还有他们的装备 第712章抵达日本 这是江晨第一次来日本 走下私人飞机的时候 他能明显地从机场看到东京的萧条 偌大的国际机场只有寥寥数人 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 机场门口等候着车队 街机的有蔚来人集团驻日本分公司 以及日本京产省的官员 用汉语的语法来缩写这个部门 对的名字似乎有些奇异 所以这里还是提下他的全名 经济产业省 其作用大概类似于 华国的商务部和经贸部 欢迎江晨先生 在下高牧阳界 请多指教 曾经出任过华国大使 高牧阳界的汉语非常流利 对江晨的态度也很恭敬 不过日本人对谁都是这个态度 江晨也分辨不出他是真心 还是别有用心 你好 高牧先生 江晨礼节性地握了握他的手 一番寒暄后 江晨得知了他的身份 这家伙来头意外不小 居然是京产省的副大臣 坐上了分公司派来接机的轿车 高牧阳界很自来熟的 也跟着坐了上去 在车上一边与江晨攀谈 一边打探着江晨此行的来意 江晨先生 恕我直言 现在东京市局势很乱 实在不是个旅游的好时机 哈哈 高牧先生说笑了 江晨打了个哈哈 没有回应高牧阳界的试探 而是笑着岔开了话题 不知道贵国哪里比较好玩 高牧阳界愣了下 但很快便恢复了正常 微笑道 如果您打算观光 我推荐富士山 江晨当然不是来观光的 正如高牧阳界所言 此时的日本没什么风景可看的 街道上的车辆很少 除了红绿灯外 江晨一行人坐的车就没有停过 街道两旁的行人也很少 几乎看不到逛街的人 即使有人路过 也是行色匆匆 这次T病毒泄露虽然只发生在东京都的品川区 但却瘫痪掉了整个东京的秩序 一夜之间数千家企业申请破产保护 数十万人失去工作岗位 日本首相于昨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缺乏食物和生活用品的公民 需要前往指定地点领取佩吉 所有日本人都诧异地发现 他们那位在国际上一起风发的首相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 两鬓染上了斑白 不只是东京的市民陷入了水深火热 日本其他地区的人民生活质量 也遭到了明显下降 旅游业 房地产 零售业首当其冲 蒙受毁灭性打击的同时 将这场经济危机蔓延向其他领域 然而损失最严重的还不是这些 而是日元本身 前段时间 湾仁首相在推行安倍经济学时 拿出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 就已经使得日元对美元汇率 最高跌至134比1 虽然17年有所好转 但一直没有回到过14年水平 病毒爆发之前 国际汇率1美元约合106日元 而T病毒爆发之后 这个汇率直接变成了1比532 感受下这足足5倍的落差 田中的T病毒 让日本的资产阶级一夜之间变成了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变成了无产阶级 而无产阶级变成了街上刑起的难民 就在昨天 蔚来人集团已经向位于东京的分公司账户 注资52亿美元 准备收购日本濒临破产的中小型企业 以及大幅贬值的土地 房产 摩天大楼 而对于江城的到来 日本的政客和企业家可以说是又喜又忧 喜的是 本国货币金融体系崩溃 日本此刻确实急需外国投资者入场 为这摇摇欲坠的经济注入活力 然而他们怕的是 江城拿着钱不是来拯救他们经济的 而是来他们身上割肉 下车后 江城与高牧扬介告别 在CEO任彭飞的接引下走进了公司大楼 蔚来人集团日本分公司的大楼 坐落于东京都涩谷区 因为大量高科技企业在这里扎堆 色谷也素有日本硅谷之称 虽然紧挨着被全境隔离的品川区 但未来人集团的业务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 不过可以预料的是 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未来人集团在日本的业务都将出现盈利负增长的现象 除了未来人生物的疫苗 董事长先生 我已经为您在希尔顿酒店预定了房间 您看 需不需要我先带您去一趟下榻的酒店 任鹏飞恭敬地问道 不用了 我没打算住酒店 江晨摇了摇头 任鹏飞愣了下 不住酒店 不住酒店难道还睡公司里不成 可公司里没有床啊 替我联系东京最有名的地产商 大和房间 三井不动产 这两家地产公司基本算上是东京最大的地产商了 哪家在东京的业务范围最广 应该是大和房间 任鹏飞思索了片刻后 答道 江晨点点头 就他了 你替我去联系下大和房间 我准备买几套房 出口就是几套 任鹏飞顿时被眼前老总的土豪器给震慑了下 不过想到华尔街对江晨的资产评估 他也就没觉得什么了 点头硬道 是 任鹏飞出门后 江晨直接坐在了他的办公椅上 打亮起了办公室的布局 白画木的装潢没什么特别的亮点 但看上去很舒服 背后的落地窗 可以直接俯瞰色谷最繁华地段的街景 采光也很不错 江晨原本还打算给蔚来人集团的分公司 顺便买动更NB的摩天大楼 可这么一看似乎没这个必要 没过多久 任鹏飞便带着一名身材矮小 但一眼看上去就很精明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没等江晨开口 那日本人便点头哈腰地笑着自我介绍道 李仁大和房建东京区总经理小全建 没想到能够在这里见到江晨 实乃三生有幸 客套的话先不必了 本人江晨打算在东京购置几套房产 贵公司可有什么好的房源推荐 江晨直入正题地说道 小全建丝毫没有对江晨打断他的话感到不满 听到江晨的话 那对小眼睛几乎笑地发出了光来 当然 我们大和房建拥有全霓虹最充足的房源 不仅如此 江晨先生看上了哪套我们没有的房子 我们这边也可以充当购房中建 无论是豪华程度 地段 还是价格 我们包您满意 如果江先生愿意用美元付款 我们还可以为您打着优惠 第713章买下东京 小全建确实说到做到了 大和房建拿出的房源 确实让江晨非常满意 一套2000平米的别墅 周围环境优美且自带花园 位于东京市郊区 可以眺望东京湾的海景 最关键的是远离市区的嘈杂 是个掩人耳目 杀人放火的好地方 只不过 唯一的遗憾就是 富士山多少钱 啥 你们不是提供中介服务吗 高牧大臣向我推荐富士山的风景 我打算把它买下来 江晨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道 啊 实在抱歉 富士山没有产权人 这个没发出售 如果江先生感兴趣 我们向您推荐这座 位于富士山脚下的高尔夫球场 那里自带度假村和娱乐设施 可改建成私人别墅 小泉剑汉道 那还真是遗憾 那高尔夫球场呢 多少钱 52亿日元 如果用美元支付 我们这边可以为您打个折 只需要950万美元 说这句话的时候 小泉剑的心头简直在低血 如果放在一个月前 这18球动的高尔夫球场 虽然也差不多是50亿日元 但那时候的50亿日元 按照汇率可是得换成 4750万美元 然而没有办法 现在银行借不出钱来 为了大和房间的资金周转 房地产这行偏偏又特别吃资金 他现在所能做的 也仅仅是尽可能的收美元 减少日元继续贬值 可能给公司带来的损失 没问题 一起买了吧 江辰大手一挥 像买大白菜似的 直接将这套高尔夫球场 也扔进了购物车里 不会打高尔夫球 没关系 可以学吗 学不会也没关系 到时候拿来装逼 或者放个十几年再卖出去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总之 以日元现在的汇率 在这里买啥都不会亏 既然买了下榻的别墅 又买了一座高尔夫球场 江辰干脆就乘着 这日元大减价的机会 拿起了小权剑提供的 另一本厚厚的册子 照着图文疯狂扫购了起来 这本册子上标注的 并非是大和房间的房产 而是各大户主 委托大和房间担任中介 挂牌既售的房产 那些小公寓楼 小权剑当然不会拿来樊江辰 这本册子上登记的 都是价格在500万美金以上的房产 可纵使经过了筛选 受到T病毒与国内悲观情绪影响 登记出售的房产依旧是多如牛毛 所有人都想逃离这座城市 无论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 即使未来人生物升级了疫苗 也无法遏制人们心中 对于活死人的恐慌 包括蚊子 苍蝇携带病毒 被流浪狗咬伤一口 可能二次感染之类的谣言 甚嚣尘上 即便官媒一再重申 无论是T还是TT病毒的 体外存活时间都非常短 且不可能被其他生物携带传播 但依旧无法终止谣言的传播 瑟谷109大厦 日本少女心目中的时尚圣地 才6000万美金买了 瑟谷Modi 东京新地标 休闲娱乐文化商业中心 这价格还挺便宜 归我了 新宿商业节 秋叶园 港区新开发别墅区 反正现在白菜价买买买 只要大和房间手中有的 江陈看中了的房产 统统都买了下来 不过他倒是没有动用 蔚来人集团的资金 而是用的自己私人账户里的钱 110亿美元扔出去 几乎买下了小半个东京 这些地产当然不可能江陈自己开发 他也没那个经历 到时候雇佣几个职业经理 成立个地产租赁公司 骑在日本人的头上收房租起步美哉 直到傍晚 江陈才办理完全部过户手续 带着110亿美元巨款回到公司 小全剑不知道自己的表情是该哭还是该笑 笑的是 光是中介费都有数亿美元的收入 哭的是 即便是这百亿美元的大生意 也没法弥补大和房间连日来的损失 不过从短期来看 东京市的房价依旧难逃持续下跌的魔咒 早些出手这些房产终归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且不管小全剑做何想法 反正江陈对这结果倒是非常的满意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已经到了下班时间 最近东京市晚上治安状况非常差 公司取消了所有夜班 江陈也就不做打扰 与任鹏飞告别 在征用了公司两辆奔驰后 他带着几名星环贸易的保镖离开了色谷 治安状况糟糕 但路况却相对的非常好 一个小时的车程 江陈抵达了那栋他新买的别墅 根据小全剑的说法 这栋别墅平时有雇人负责打理 过户后即可入住 与此同时 庸人的雇佣合约也将转到户主名下 将车停在了车库内 星环贸易的保镖很自觉地前往别墅的各个角落 布置了摄像头 感应器等安全装置 虽然只有六个人 但在高科技设备的辅助下 星环贸易保镖的实力 在全世界安保公司中绝对能排在顶尖 推开门 只见一位穿着黑白色英式女仆装 资容娇好的女仆 正端庄地跪坐在玄关 带着标志的笑容 向她汉手问好 这一刻 江辰总算是明白小泉健在告别时 最后那个男人都懂得笑容了 感情这买别墅还送女仆 简直是太腐败了 怀着沉重的心情 江辰克制住了批判一番 日本资产阶级生活的冲动 吩咐这位女仆去厨房帮她泡两杯红茶 端到卧室去 茶很快泡好了 摆在了床头柜上 没有理会那女仆脸上误会的潮红 江辰也没有对她动手动脚 而是挥手示意她先回到自己的房间去 然后在她困惑的表情中关上了卧室的门 床铺上的空气微微扭曲 结束光学迷彩的阿依莎出现在了江辰的身旁 用同样困惑的视线看着她 那眼神仿佛在询问 送上门来的小白兔你都不吃吗 我现在哪有功夫做这事 不对 我是那样的人吗 白了阿依莎一眼 江辰坐在了她的旁边 怎么样 这一路上有人跟着我们吗 阿依莎摇了摇头 是吗 江辰叹了口气 果然没有这么容易吗 但愿只是因为田中的谨慎 而不是我猜错了 在心中如此想着 江辰躺在了床上 阿依莎挪过身子 如小猫咪一般趴在了江辰的身上 用那蓝宝石般的眼睛望着她 要睡了吗 然而 那会说话的大眼睛 却暴露了她内心深处的想法 不做点什么吗 凝视着那眼眸中如水般的温柔 江辰感觉自己心中的某根弦被轻轻地拨动了 好吧 她已经没法再忍耐了 阿依莎 去把灯关上吧 还有窗帘 第714章 引蛇出洞 清晨 一缕阳光钻入窗帘 江辰睁开了眼 躺在床上酝酿了片刻 躺在旁边的阿依莎已经消失了 计划需要她藏在暗处 所以她不会和江辰住在一起 而是潜伏在附近 江辰能从一批的地图上看到她的位置 不过她并没有打开地图 直觉告诉她 她现在并没有呆在别墅内 自从觉醒了第二层隐藏基因代码的力量后 江辰发现自己对人类的气息越来越敏感了 或许将其称之为直觉更贴切 现在直觉告诉她 田中已经注意到了她 只不过还在犹豫中是否应该靠近 女仆将早餐端上桌 在卧室门口轻轻敲门 提醒江辰该起床吃早餐了 从床上爬起 江辰从衣架上取过衣服穿上 去卫生间洗漱一番后 便静止来到了餐室 桌上摆着面包片 煎蛋 还有一杯咖啡 咬了一口涂好蜂蜜的面包片 江辰满意地点点头 不错 色香味俱全 看着立在旁边的女仆 江辰不由在心中感叹 实在是太腐败了 这该死的资产阶级 女仆恭敬地将今天的报纸 放在桌上 然后站在了一边 你在这儿工作多久了 江辰随口问道 这是我第一次工作 能住得起百亿日元的豪宅 身价都不会低 虽然本国小电影产业发达 但很多日本富豪都意外的有洁癖 毕竟物以稀为贵 大河房间自然不会拿些次等的货色来恶心大客户 说起来 我还没问过你的名字 小女子陵墓千夏 主人叫我千夏就好 千夏笑吟吟地说道 看你年龄不是很大 还在读书吗 小女子在早稻田大学读教育学 选修过汉语 英语 韩语等三门外语 原来还是个学霸 难怪汉语说得这么流利 早稻田大学 看来你读书的成绩还不错了 哪里 教育学在早大属于教下游学部 经常被人戏称作二流学部 千夏很礼貌地开玩笑道 以后准备当老师吗 江辰笑着问道 千夏笑着摇了摇头 以前考虑过 但果然我还是不怎么擅长 开玩笑 当老师的工资 哪有在这里当女仆高 200万日元的月薪 对于几个月前的她来说 简直是一笔难以想象的巨款 要知道 日本平均工资也就20万日元左右 即使是她的教授 工资也不过50万 虽然这份工作有点原交性质 但相比起其轻松的工作内容 与不成正比的收入 简直可以说是不值一提 而且万一真的和主人发生了关系 那可就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不去上课吗 品川区病毒事件之后 学校就停课了 那还真是个令人悲伤的消息 虽然说这话对的时候 江辰脸上没有什么悲悯的表情 恩 我们学校也有十几个人 在品川区遇难了 感觉灾难就发生在身边 实在是太可怕了 从牵下的表情 江辰能够看出她的悲伤 或许这遇难的十几个人中 就有她认识的人 甚至可能是她朋友 江辰叹了口气 轻声道 看开点 电影里不都是这么拍的吗 恶棍终将会受到惩罚 恩 但愿 那笑容很标致 但江辰能感觉到 那阳光背后的阴霾 用完早餐后 女仆将餐盘收进了厨房 江辰端着咖啡闻了口 拿起报纸翻看了起来 看报纸的习惯 她很早就养成了 因为总是两个世界来回跑 为了不与这边的世界脱节 了解时事 还是很有必要的 蔚来人集团董事长 斥资110亿美元 抄底东京地产 这则消息是日媒报纸上刊载的 果然 大和房间的人 不会放过这个炒作的机会 在所有人都不看好 日本经济的同时 蔚来人集团 抄底东京地产 无疑有助于 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扯淡 没人会愿意与活死人为林 田中至今没有抓住 T病毒可能爆发第一次 就可能爆发第二次 没人愿意与活死人为林 因为T病毒的影响 尤其是东京市城区的房价 已经跌落到了谷底 一如90年代经济危机时那样 而品川区的房价 别说房子了 不少户主人都没了 房子只能被东京都政府回收 江晨为什么敢抄底 那只是因为他知道 黑船蹦跌不了多久了 美方经济人士分析称 受病毒 日元贬值 企业倒闭超影响 东京房价泄洪或将持续 此时抄底为时尚早 很好 看来华尔街的投资客准备出手了 江晨暗自庆幸自己来得早 要不这便宜就被别人给捡去了 不只是东京的地产 还有那些濒临破产的日本高科技企业 未来人集团业也要一并收购过来 不得不承认 日企在电子工业领域 确实有着很强的硬实力 像是医疗 能源 机器人 摄像头 显示屏 光学元件 这些技术在某些方面 甚至强过了美国的硅谷 最关键的是 这些技术刚好未来人集团都用得上 一会儿他还有长新闻发布会 关于未来人科技并购日本三家电子企业 与未来人重工合作 进军手机制造业 而与此同时 他也将作为未来人科技这边的发言人 在会上向这三家上市企业的股东 说明私有化和资产重组的问题 这时 江晨感到左手的腕表震动了下 扫了眼厨房的方向 江晨没有调出简的全息图像 只是打开了语音功能 简的声音立刻出现在了他的耳边 他们成功了 加雷特 是的 肯尼亚制毒厂已经被摧毁 共击毙214名武装分子 销毁约1.7吨病毒原液 以及50吨原料 虽然惊动了肯尼亚军方 但我方战斗单位并没有暴露身份 成功从肯尼亚撤离 很好 江晨点了点头 只说了这两个字 这几乎是黑船组织一半的存货 田中试图将黑船藏在恐怖组织背后 借恐怖主义之手 将T病毒输向全世界 实现黑船的末世计划 而从现在开始 星环贸易将用雷霆手段向他们施压 将他们从老鼠洞中逼到阳光下 站在自己的面前 差不多到点了 将报纸放在了一边 江晨一口气喝掉了剩下的咖啡 起身向门外走去 听到玄关处的声音 谦下从厨房中走了出来 主人准备出门了吗 嗯 在门口换上鞋 江晨站在镜子旁边 理了李一领 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我好准备午饭 谦下笑着说道 晚上吧 对了 你在东京市有自己的屋子吗 有一间租了一年期的小公寓 不过很久都没回去过了 今天你先住自己家吧 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牵下低着头 楚楚可怜地说道 推开门的时候 江晨回过头笑着说道 不 只是今晚 我可能会有点事 第715章 要不你帮我一把 以上便是未来人科技 对夏尔电子 上川智能等三家公司的 重组方案 感谢诸位媒体 股东到场支持 谢谢 台下爆发出一片掌声 不过三家被收购公司的原股东的脸上 都看不到能被称之为笑容的表情 即便未来人集团开价不错 接手了他们手中的烂摊子 但依旧无法弥补他们在病毒事件中蒙受的损失 记者的反应道比较积极 对江晨的提问也都大同小异 未来人科技会推出怎样的产品 这项产品中会拥有哪些令人震撼的功能 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这些记者总是喜欢见缝插针的 在严肃的场合插入些奇怪的问题 总之新闻发布会圆满结束 而此时天色已经不早了 在保镖的簇拥下 江晨走出会场坐上了门口的奔驰车 老板咱们现在去哪 司机发动了汽车 偏过头向江晨问道 直接回家 好的 司机点点头 熟练地打着方向盘上路 两辆奔驰一前一后 将江晨坐着的这辆车护在了中间 车上的保镖虽然穿着西装 但西装革履之下 都是如假包换的外骨骼 即便没有带枪 以他们的战斗力 也能媲美一个六人编制的步兵小队 如此强悍的战力 以至于江晨都不禁怀疑 是不是他身旁保镖阵容太过强大 田中被吓得不敢出手 可想了想他便摇摇头打消了这个念头 自己在日本的消息已经放出去了 以田中的疯狂程度和自己对黑船的威胁程度 他绝对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在被星环贸易绝对控制的新国 黑船组织根本没有动手的机会 在车上 夏师宇突然打来电话 收购的事谈得怎么样 很顺利 分公司的CEO都替我处理好了 我感觉我根本没派上什么用场 就最后新闻发布会上 荡了个吉祥物 江晨做了个无奈的表情 用严余的口吻调侃道 听到江晨那没正经的声音 夏师宇叹了口气 像个管家婆式的鼠落道 所以我和你说了 这种事完全没必要亲自跑一趟 现在日本情况不太平 身为集团的董事长跑去这么危险的地方 你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连个继承人都没有 哈哈 要不你帮我一把 不知怎么的 这句不能开的玩笑就这么脱口而出 以至于说出口之后 江晨自己都愣住了 可就在他准备不动声色的解释下时 电话那头却是传来了挂断的盲音 我去 就一句玩笑而已 没必要挂我电话吧 江晨嘀咕了句 犹豫了下 最终还是没有拨回去 而是将手机塞回了兜里 靠在座架上闭目养神 而此刻远在数千公里之外 那握着手机的手不住地颤动着 夏思雨的脸上爬满了红霞 那原本严肃的表情荡然无存 手机滑落到文件夹上 毫无预兆地 他突然趴在了桌上 将整个血红的脸都藏进了自己地弯中 明明只是个玩笑 我反应这么激动干什么啊 突然就把电话挂了 这岂不是显得我当真了 真是太丢人了 他会不会以为我 呸呸呸 我干嘛在意他怎么想 真是气死我了 不得不说 女人的思维回路永远比男人多几个弯 绕着绕着就找不着北了 且不管夏思雨陷入了何种混乱 此刻江晨是真的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 完全没有把刚才的小插曲放在心上 车子渐渐开出了市区 繁华的高楼大厦向后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轻松的树木与核式居所 江晨看了眼车在GPS 这里距离郊区的别墅已经没几公里了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路边亮起了路灯 公路两旁人际寥寥 因为经济萧条和秩序崩溃而引发的治安混乱 整个东京都不是很安全 想到这 他不禁想到了刚收的那个小女仆 让她一个人回自己的公寓去住 但愿不会出什么意外 突然江晨睁开了眼睛 那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远处盯着她 来了吗 江晨自言自语地嘀咕了句 将手伸进了兜里 感受着沉甸甸的金属质感 她的手握住了夭夭式手枪的握把 与此同时 藏在耳朵中的微型耳机传来了阿依莎的声音 前方300米有情况 小树林中有大量热源反应 公路中央设置了路障 江晨眯起了眼睛 直接说多少人吧 57人 57人吗 即使被全世界通缉 黑船还能在东京市的郊区 动员这么多信徒 这倒是出乎了江晨的意料 她原本以为田中会和她玩音的 却没想到她直接挽起了阳谋 站在了她的面前 你现在在哪 在别墅里 等等 情况有些不对劲 只有一个人 其他人都是 不远处的路灯下 一道道隐隐绰绰的身影 那呆滞的视线 与搭拉着的手 这些玩意儿是什么 江晨再清楚不过了 是丧失 来不及犹豫 江晨立刻向司机下令 停车 三辆车应声而停 星环贸易的保镖 显然也注意到了情况有些不对 包括司机在内的六个人 立刻从车内钻出 江江晨的座驾护在了中间 虽然对面有五十来只丧尸 而己方这边只有六把甩棍 但没有人脸上露出巨色 无论是T病毒还是TT病毒 对于注射过基因药剂的他们来说 都没什么两样 无法通过啃咬感染 丧失的威胁就去了大半 车门再次推开了 江晨从车上走了下来 董事长外面危险 还请留在车上 站在前排的保镖 见江晨下车 低声说道 不用了 留在车上反而更危险 江晨淡淡地说着 走到了队伍的前排 站在了田中几十米开外的面前 我们又见面了 没错 上次见面还是去年的事 田中笑咪咪地说道 是前年 几天前就已经2018年了 这样啊 没办法 谁要我是通缉犯 日期这玩意儿 记得不是很清楚 看着田中毫无紧张的表情 江晨突然笑了起来 俗话说事不过三 前两次咱们打成了平手 这最后一次 是不是该分个胜负了 里人也正有此意 田中微笑着道 所以 你准备就凭这五十六只丧尸和我打 江晨笑着问道 手伸进了兜里 当然 千万别小看它们 田中笑咪咪地摊开了手 它们都是科学的结晶 一瞬间 那一双双呆滞的瞳孔染上了血红 仿佛受到了某种力量的驱使 这些丧失全身的肌肉 如同沸腾的开水一般 伴随着一声声 释放狂暴的吼声 开始向外膨胀 第716章 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腊黄的皮肤迅速渗出了惨绿色 雷若的四肢以不科学的幅度 顷刻间膨胀成了如石块般硕大的肌肉 一声声沉闷而嗜血的狂吼 在公路两旁的丛林间回答 在这无人的公路上 便衣丧尸嚎叫着冲了过来 甩开亮呛的步子 向着江城这边狂奔了过来 六只甩棍齐刷刷地甩出 毫不畏惧地抽向了冲来的丧尸 靠拢 准备迎击 看着那些明显不好对付的便衣丧尸 保镖头子头皮一阵发麻 但想到董事长就站在身后 他还是抱着豁出去的心态 大鹤一声摆出了防御的架势 示意战友向自己靠拢 在人数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 只有靠拢才是最稳妥的方法 六名保镖护着江城退到了一辆车子旁 围成了一个C字阵型 亮出了西服下的外骨骼 准备与丧尸肉搏 然而就在这时 江城却拍了拍那保镖头子的肩膀 示意他让开一条道 望着被湿潮淹没的江城 田中仰头大笑着 哈哈哈哈 虽然我猜到你在勾引我出来 但仅凭区区六名保镖也想干掉我 你未免也太自大了 别太难过了 在临死前 为我的仆人们取个名字吧 在行动开始之前 他就已经通过克雷恩粒子 向黑船发送了讯息 干涉了太阳系克雷恩粒子运动规律 封锁了江城通往末世的门 虽然江城身上的好东西不少 但就算他此刻拿出动力装甲 也没那个机会爬进去 只要江城死了 黑船组织的使命也可以结束了 保持平稳的科技发展速度 地球文明绝对不可能在决战之日 战胜黑船 没有人能阻拦 这通往和谐的进化 忽然 狮群中一道光闪烁 一阵风拂过了田中的脸庞 刺痛的感觉从田中的脸颊传来 然而没有血滴落 高温让伤口在一瞬间结痂 田中的三角眼微微收缩 只见原本为像江城的尸群 被直接切出了一道祸口 瞬间倒了十七八指 而站在祸口之后的江城 手中握着一柄光剑 长条状的剑身散发淡蓝色的光芒 那光芒很柔和 也很危险 看来你的好东西不少 田中眼中略微浮现了一丝凝重 没错 光剑在江城手中捂了两个剑花 遥遥指向了那冲来狮群 而且远远比你看到的要多 同伴队的死亡 并没有令这些活死人产生恐惧 他们依旧汉不畏死地 向江城狂奔过来 然而他们还未与江城接触 很快便撞在了一堵墙上 由枪林弹雨组成的城墙 如暴风刮过 雨点般的子弹在一瞬间将余下的三十来只丧尸撕成了碎片 如幽灵般凭空闪现 手持撕裂者步枪的黑衣战士 凭空浮现在了江城身前 江城旁边的保镖已经完全陷入了呆滞 原本他们还以为必将陷入一场苦战 却没想到最后根本用不着他们出手 虽然对公司内的高科技有所耳闻 但激光剑 光学隐形这些只出现在科幻大片荧幕上的东西 他们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现实中看到 满地残枝断壁 乌黑的血迹染红了街道 田中张了张嘴 最终化作一声无奈的常态 我原本以为五十多只变异丧尸已经足够解决你了 没想到大意的居然是我 不但能主动诱发丧尸变异 还能将丧尸当成自己的奴仆驱使 你同样出乎了我的意料 江尘收起了激光剑 淡淡地说道 不错 第一条猜对了 第二条却错得有点远 田中笑咪咪地说道 即便是我也无法驱使丧尸 只是能做到让他们将我当成自己的同类 整条公路上此刻只有他和江尘以及六名保镖 根本不用驱使这些丧尸 只需要将他们的感官和运动能力强化到足以发现江尘等人 他们就会自觉地扑上去将看到的生者撕成碎片 丧尸是从哪里来的 旁边有个小乡村 将这些丧尸赶到这里来 可是很费了我一番功夫 田中笑着说道 手搭在了自己的冒岩上 还真是遗憾 我手中的牌打完了 咱们只能下次再决一死战了 江尘笑了笑 看着他的双眼 自顾自地说道 一直以来 我的思维都进入了一个误区 田中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饶有兴趣地看着江尘 哦 你有什么有趣的见解 打算向我分享吗 江尘没有说话 而是回头看向了身后的保镖 你们先会别墅等我 只有三公里了 给我留辆车 我可以自己回去 可是 这是命令 江尘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是 保镖头子一咬牙 对身后的保镖招了下手 六名保镖收起了甩棍 坐上了车 两辆车绕过了公路中央的路障 向别墅的方向开去 你们也先离开吧 等保镖们走后 江尘看了下万表 接着又向身前的四名幽灵特工说道 遵命 没有任何废话 四名幽灵特工点点头 在公路上引去了身形 无关人事都走掉了 公路上只剩下了两人 江尘看向田中 开口说道 谈不上什么见解 只是偶然间来了灵感 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 所有见过你的人 都认为你是一个人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保持着手指搭在帽檐上的姿势 田中依旧是那笑咪咪的表情 我当然是一个人 不然还能是什么 是很多人 田中的脸色终于变了 笑咪咪的眼睛 渐渐变成了很利的三角眼 那表情就仿佛一名赌徒 被揭开了最后的底牌 虽然在昏黄的路灯下 这一丝变化是那样的唯不可查 但感官强化的江尘 依旧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丝变化 灯泡微微闪烁 沉默在公路上持续了片刻 田中缓缓开口道 那又如何 是啊 那又如何 江尘叹了口气 你听说过云计算这个词吧 田中的瞳孔中闪烁着不安 所有程序都在服务器端运行 最终由服务端将运算结果压缩后 通过网络传送给用户 使得用户能够使用低配置的电脑 也能享受高档次的服务 前提是网络畅通 所以呢 你是打算和我科普计算机知识 田中轻声道 当然不是 江尘摊开了手 收起了激光剑 如果我的猜想没错 现在 你可以摘掉你的帽子了 田中摘下了帽子 鸭舌帽掉在了地上 然而事情的发展 却出乎了他的意料 他的意识并没有离他而去 眼前的一切依旧是那般清晰 就好像一名VR玩家突然发现 自己无法随时登出游戏 瞳孔难以置信地收缩着 田中那从容的表情 罕见地浮现了一丝恐慌 这不可能 不可能 黑船没有回应他的请求 满意地看着田中脸上的表情 江尘的嘴角 终于勾起了一丝得胜的微笑 看来我赌对了 你所谓的重生正是基于一种特殊的云计算 通过十数光年外的服务器 将用户A的记忆和思维移植到用户B身上 然而隔着十数光年的黑船 如何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重生呢 于是我们不妨在大胆的假设下 你头上的帽子 以及你本身的生命信号 就是启动重生的开关 从田中脸上的动摇 江尘确认了自己的猜想 接下来的事就好办了 克雷恩粒子可以相互干涉 既然你们能通过强相互作用 阻止我与门沟通 从而阻止我启动穿越 那么相对的 我同样能阻止你与黑船之间的讯息传递 你可能不知道 在肯尼亚军事行动中 加雷特杀死你的时候 你使用了重生的能力 将意识切换到这具位于日本的躯体上时 我就已经记录了你们的通讯波段 整个地球 只有我们两人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克雷恩粒子进行通讯 或许我无法解析你与黑船沟通的内容 但你们发出的声音 就像在空旷的山谷里放声呐喊一样明显 只要记录了通讯波段 想要干扰通讯很容易 只需要按照特定的频率不断地激发克雷恩粒子震动便可 而你也知道 我可以去另一个世界 在那边有种叫亚精的东西 克雷恩粒子丰富的难以想象 用克雷恩粒子作为通讯手段很不安全 我说的对吗 一滴冷汗从田中的额前滑落 它的脚步微微向后挪了半步 自从他从黑船那里获得重生的能力之后 这还是他第一次如此恐惧过 在死之前只要摘下帽子 他就能重生在另一具躯体上 无论他如何作死 他也绝对死不了 甚至不用体会死亡瞬间的痛苦 因为重生是发生在一瞬间的事情 你认为你跑得掉吗 江晨看着他脚步向后挪的动作 脸上浮现了玩味的笑容 眼中闪过一丝狠力 田中从兜里掏出了一把手枪 指向了江晨 砰 枪声响撤在寂寥的公路上 而子弹却像是撞在了一堵墙上 被那翻卷而出的气流 吹散地失去了踪影 但其装甲 如你所见 我的好东西很多 江晨叹了口气说道 田中当机立断 将枪口对准了自己 他重生的能力有着双保险 通讯屏蔽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哪怕是一瞬间的解除 只要等黑船侦测到了 他已经死亡 他就能从另一具躯体中醒来 然而枪口还没对准自己 他的手就被从背后伸来的手给牵住了 背后一阵刺痛 麻痹感迅速沿着刺痛发生的位置向全身扩散 干得漂亮 走到了田中的面前 江晨笑着对站在他身后的阿依莎点了点头 然后从地上拾起了那顶鸭舌帽 拍了拍灰 重新戴在了田中的脑袋上 我暂时还没想好怎么才能杀掉你 所以就麻烦你一直活着好了 戴着这顶令人讨厌的帽子 在新月岛的地下设施 安安静静地躺一背 呵呵 没想到 我居然比你先一步到达末日 痘大的汗珠从额前滑落 田中直直地盯着江晨的眼睛 从喉间艰难挤出的声音 却是带上了几分自嘲 很讽刺的结局 那黑色的瞳孔 如回光反照式的收缩 如垂死挣扎一般 他将这句话挤出 别高兴得太早 我会在末日那天等你 放心 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在田中的瞳孔彻底涣散之间 江晨轻声说道 因为有我在 第717章黑船的末日 12小时注射一次麻醉剂 田中将始终保持着昏迷的状态 被送往新月岛的地下设施 在那里 他将戴着他的帽子 躺进虚拟实境培养舱中 被永远地囚禁在荒芜的虚拟世界 接受精神上的折磨 永远不会死 永远无法摘下帽子 永远无法与黑船取得联络 直到老死 或许 这比死亡还令人绝望 与此同时 星环贸易与肯尼亚总统取得联络 向肯尼亚当局报告了曼德拉地区军事行动的详情 一开始 肯尼亚总统知情后的表情是愤怒的 因为星环贸易的士兵不但在无授权的情况下空降肯尼亚境内 还秃秃秃了214名沙巴布武装分子 即便打击的目标是恐怖分子 但谁给了你们执法的权利 说出去了肯尼亚政府的脸还往哪哥 所幸没有平民伤亡 然而当星环贸易将销毁了1.7吨病毒原液 以及50吨病毒原料的战斗录像和证据 摆在了肯尼亚总统的办公桌上时 肯尼亚总统顿时不吭声了 1.7吨TT病毒如果扩散到肯尼亚全境 足够将整个肯尼亚变成无人区 肯尼亚总统与江城通了电话 短短5分钟的交流后 整个事件便变成了这样 昨日在肯尼亚政府的授权下 星环贸易军事公司对肯尼亚靠近索马里边境的曼德拉市 展开外科手术室的军事行动 一共12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空降该地区后 在肯尼亚军警的配合下 共打死214名沙巴布武装分子 并彻底捣毁了沙巴布极端组织在曼德拉的据点 在沙巴布据点中 星环贸易的士兵共捣毁1.7吨TT病毒原液 以及50吨生产病毒的原料 在这次大规模击毒行动中 制造了东京病毒事件的元凶田中被当场击毙 而关于这位击毙田中的英雄的名字 星环贸易公司拒绝透露 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表示 星环贸易在沙巴布据点中的发现 恰恰证实了北约在索马里军事行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并且他再次重申 绝对不能让恐怖组织获得T病毒 田中已经死了 至少在名义上是 越少的人知道他还活着的消息越好 若是让其他国家知道 田中实际上没有死 只是被江城关押在了新月岛的地下设施中 那情况可能就有点不美好了 当然 这件事他们永远不会知道 早上 江城坐在别墅的餐室内 从电视机中看到了这则新闻 桌上的早餐很寒酸 一杯牛奶和一碗炒饭 签下昨晚不在别墅 而阿依莎连夜押送田中偷渡回新国 而江城又没兴趣吃门外那六名标形大汉做的饭 于是只能自己动手了 很久没有自己做饭了 他心血来潮的给自己炒了一碗炒花饭 还创意十足的在里面加了些末世那边的舶来品 比如美味的泥沼蟹蟹黄酱 可食用的西翼肉片 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 美味并不能够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 最后做出来的炒饭虽然不至于变成黑暗料理 但那味道实在让人无法期待 回忆起三年前在上海市打工的那段日子 江城不由叹了口气 真是浪费了自己这身好厨艺 这么想着的时候 他全然忘记了 当初的自己似乎也就拿手一道西红柿炒蛋而已 三下午除二的跑完早餐后 江城靠在沙发上休息了片刻 望着房间内美轮美奂的装潢 一时间不由发起了呆 黑船组织就这么灭亡了 老实说 他的心中真有种如是重负的舒插 黑船组织就像文明背上的肿瘤 而其产生的T病毒 更是腐蚀着文明的本身 让一切秩序都摇摇欲坠 而他不希望这个世界也变成末世 哪怕是他没有好感的国家 万幸的是 在情况变得更糟糕之前 他结束了这一切 门口传来敲门声 江城起身 走到玄关去开了门 出现在门口的是两名日本警察 一男一女 无论从他们的表情还是动作来看 都显得很拘谨 这或许是因为他们知道江城的身份 也或许是因为旁边的肌肉魁梧的 兴还贸易保镖 那名看上去比较老的警察 先开了口 用不怎么标准的英语问道 您好 江先生 我是东京警务厅的警察 请您配合我们 需要我和你们去一趟警局吗 江城笑着问道 不用不用 我们这边就是想了解下 您昨天在别墅的附近 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老警察问道 你可以问我的保镖 他们可能比我更关注外面发生了什么 江城耸了耸肩 微笑道 田中有说过 他是从东京市郊区附近的村庄里 弄到的作为丧失的素材 一整个村的人失踪 更何况还在村子中发现了T病毒的痕迹 不惊动当地警察是不可能的 不过江城将作为战场的那段公路 打扫得很干净 尸体全都扔到了末世 公路上也撒上了溶血剂 就算是名侦探柯南来了 也查不出村民失踪案 与田中的直接联系 以及与江城的间接联系 包括日本警察厅 他们也根本没有将江城列为嫌疑人 开玩笑 像江城这种级别的企业家 真想搞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还需要亲自往日本跑一趟吗 这样啊 实在抱歉 打扰了老警察鞠了个躬 准备离开 然而这时 那名女警却是上前了半步 怀疑地扫了玄关一眼 然后又看向了江城 别墅中还有其他人吗 相比起那位老警察 这位女警的英语要标准得多 显然是受过良好的教育 还有一位女仆 女警小姐 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江城笑咪咪地问道 她在哪 在她自己租的公寓 她每天都回到那栋公寓吗 还是只有今天才回去 女警咄咄逼人地问道 咦 这小妞有点聪明啊 江城愣了下 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这位女警 请问你贵姓 上山魁 还请江先生不要回避我的题 上山魁直接报上了全名 看着江城的眼睛 一字一顿地说道 很好 上山小姐 我注意到你用的是审问的语气 你的意思是 你们这边发生了什么刑事案件 而我是你们怀疑的对象 江城笑着反问道 江城很小心地措辞 用的是刑事案件 而非T病毒事件 把田中头上的锅 摘到自己脑袋上 那可就斗笔了 不过说起来 这女警长得还挺漂亮的 鼻子很秀气 额头很高 就是脾气傲了点 不过合着这身警服 还有几分制服诱惑 没有从江城的话中 没有听出破绽 上山小姐的脸上 不由戴上了几分失望 老警察扯了扯上山小姐的袖子 不由分说地将她拉到了身后 然后对江城90度鞠躬 实在抱歉 我们这边绝对没有误会您的意思 说完 这老警察也不管上山小姐脸上的不满 强行将她带出了院子 警察走后 保镖走到了江城的旁边 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今天啊 江城抬头看了眼天空 望着那蔚蓝的天空 以及那棉絮式的白云 嘴角不由勾起了一抹微笑 这么好的天气 不出去玩玩 简直是太浪费了 来日本这么久 还没腐败一回呢 第718章分崩离析 离开了江城的别墅 两人刚坐上警车 还没开出多远 老领导中导界便小声斥责道 你疯了吗 你居然怀疑 蔚来人集团的董事长 是景谷村村民失踪案的凶手 但很可疑不是吗 上山葵争便道 事发当天 她很晚才回家 明明别墅里有女仆 昨晚却恰好回自己的出租屋 我觉得美姓说的有道理 开车的刑警回过头说道 老警察哼了声 驳斥了属下的意见 动机呢 一个市值千亿大集团的董事长 会赃自己的手去做这事 别忘了我们只是来了解情况 既然出现了T病毒 就交给自卫队侦察科的人去办吧 这种大案子 不是我们这种小警局管得了的 被领导训斥 开车的刑警善笑了下 伊藤前辈说的是 停顿了片刻 伊藤警官透过后视镜 盯着上山葵的眼睛 认真地说道 我警告你 这是不许擅自行动 一个不好 这就是外交纠纷 甚至可能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好好考虑下吧 是 托长音的应付了句 上山葵撇着嘴看向了一边 虽然嘴上同意了 但他脸上的表情却写满了不以为然 什么叫一个市值千亿大集团的董事长 会赃自己的手去做这事 以资产来衡量一个人的品质 简直是太奇怪了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他的表现都很可疑好吗 深吸了一口气 上山葵看了眼后视镜中的别墅 目光中染上了几分坚定 既然你们都不信 那我就证明给你们看 紧吗 五 有 有点大了 哦 大一点不好吗 不要 很难受的 那这样呢 嗯 还行吧 可以再进去一点吗 不行 已经进不去了 牵下将脚尖往靴子里紧了紧 食指提了下靴子的后帮 江辰在一旁笑眯眯打的看着 满意的点了点头 感觉还不错 就买这双吧 可是 这双鞋子得一百万日元 这样真的好吗 望着那标签 牵下眼睛闪着小星星 不自觉的咽了口吐吗 一百万日元 这已经相当于大多数日本职员一年的存款了 没事 今天我心情好 江辰笑着 掏出银行付了账 服务员将鞋子包装好 笑吟吟地递到了签下的手上 将包装袋抱在胸前 签下有些扭泥地埋着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不过江辰并没有注意到这点 区区一百万日元而已 以他的资产来说 这点钱根本算不上什么 更何况 现在日元便宜得像纸片一样 在签下这位本地人的带领下 一整天江辰还是逛了不少好玩的地方 不过说起来也挺好笑 两人逛的不少地标景点 都已经算是他名下的产业了 比如109大厦 新宿商业街 与其说是旅游 倒不如说是巡视后花园 虽然病品川区病毒危机之后 街上的行人旅客都消失了许多 但这里的商铺依旧在开门营业 一整个白天 江辰基本上就是到处走走逛逛 而到了晚上吗 嘿嘿 江辰随便找了个借口 让带路的女仆小姐先回家去了 随行的保镖 早就帮他甩掉了尾随的记者 毕竟前两天江辰才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现在谁都知道他在这 以他现在的身价 以及与身价不符的媒体曝光度 记者不可能不对他感兴趣 要是让那些记者跟着 可就没法玩了 伊士湾上空阳光明媚 是个旅游度假的好日子 若是放在平时 这片金黄色的沙滩上理应充满了青春靓丽的身影 然而此时此地却是人际罕至 整个日本的上空都笼罩着乌云 看不见 萦绕在人们心中的乌云 伊士湾旁的沙滩饭店内 一名白人男子与一名亚裔男子相对坐在桌前 桌上摆着两杯冷饮 坠着冰块的水面上 倒映着两张同样冰冷的脸 白人男子看了下表 率先打破了沉默 有田中的消息了吗 亚裔男子摇了摇头 白人男子沉默了两秒 继续问道 能联系上我主吗 亚裔男子突然笑了 笑得很无奈 你知道的 只有田中可以 对于沟通黑船的方式 田中一直坚口不严 即便是他的心腹 他也没有透露更多关于黑船的秘密 毕竟对于这种伴宗教性质的组织来说 保持教皇的神秘性 才能使成员保持敬畏 保持着组织的凝聚力 然而这么做的弊端也很明显 如果身为精神领袖的他 一旦死亡 整个组织就会变成一盘散沙 而那些机密也将被带进坟墓 田中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他也从来没有考虑到 开挂的自己有一天会死 查尔斯呢 我们在欧洲的兄弟为什么没来 亚裔男子问道 查尔斯已经死了 死了 亚裔男子的脸上露出了几分惊讶 自从罗斯查尔德家族掌权后 我们在欧洲的兄弟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维利会在全欧洲搜捕我们 他们认为我们手上掌握着金苹果 那些蠢货简直像苍蝇一样烦 梅雨间闪过一抹厌恶的情绪 白人男子顿了顿 接着说道 美洲的情况也越来越糟糕了 上次田中的行动太草率了 失踪的飞行员戈登被在新加坡找到 FBI的人已经开始调查我们 日本这边呢 T病毒一泄漏 日本当局和武田制药就对我们翻脸了 亚裔男子脸上的阴霾更浓了 咬着吸管的牙齿狠狠地摩擦着 总体情况呢 白人男子问道 很糟糕 亚裔男子只回答了三个字 我想也是 白人男子苦笑道 话题突然就中断了 两人默默不语地坐在那 像是发呆 又像是在思考着未来 沉默持续了很久 突然 白人男子再次开口了 你说 既然由我主庇佑 为什么田中他无法再复活了 他可是我主选出的代言人 不应该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亚裔男子隐隐猜到了 白人男子想说什么 不由皱起了眉头 我的意思是 难道 我们被抛弃了 在这句话出口的同时 双方都从彼此的瞳孔中 看到了迷茫 与那深不见底的恐惧 接下来该怎么办 第719章 你自己选吧 夜晚的东京 犹如披上了一层霓虹 而其中 以银座为首 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街道 将灯红酒绿这个词 诠释到了极致 这里是东京最繁华的街道 也是寻欢作乐的最好去处 三辆奔驰车 停在了一座 美轮美奂的俱乐部旁 那高高的挂牌上 写着吉原俱乐部五个大字 江辰也仅仅是听说过 这里是银座 乃至整个日本最有名的高级俱乐部 据说当时出钱修建这座俱乐部的人 是自民党的一位大佬 而他出钱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圈子里的政治家 来这个俱乐部一边玩 一边商量党内的机密 如果回家商谈会被记者候个正着 在议员会馆又显得太古板 所以就用高级酒吧来代替 顺便还能通过一些余性节目来增进增进感情 而到了现在 来这里的人不一定都是政治家 还有很多大企业的老板与银行家等等 因为在这个俱乐部在成立时 就是以日本最高级的俱乐部为标准 所以对于接待的人都有着严格的身份限制 要么你得是会员 要么你是被会员带进去 要么你得证明自己的资产超过百亿 俱乐部将承诺为会员保守秘密 不是没有记者想偷偷溜进来 看看那些高高在上的大臣 大企业家们都玩了些什么重口味的娱乐项目 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消失了 本着要玩就玩点上档次的东西 江晨便直接来了这里 不过他只是亮了下自己的护照 俱乐部的迎宾小姐便恭敬地将他请了进去 不需要我提供下资产证明吗 江晨开玩笑道 江先生您说笑了 迎宾小姐笑盈盈地说道 现在谁不知道 您用110亿美元抄底了半个东京 迎宾小姐很快为他办好了会员 并将那张镶着金边的会员卡 恭敬地递到了他的手上 这张会员卡只限本人使用 是集园俱乐部最高级别的会员卡 可以进入俱乐部最顶级的私人包间 结果那这张卡 江晨只是扫了一眼 便将它扔进了兜里 可以带着保镖吗 您是最尊贵的S级会员 当然可以不过俱乐部有规定 保镖只能待在走廊门口 不能进入包间内 也不能携带金属物品 您的包间是210号 需要我带您过去吗 不用了 我自己到处走走 对于这传说中的 日本最顶级的高级俱乐部 江晨还是挺好奇的 这里究竟会有些什么变态的玩意儿 听说不只是包间内包间外 也有些有趣的娱乐节目 说完 江晨转而看向了身后的保镖 吩咐道 你们不用跟着 在车上等我 是 不能带携带金属物体入场 脱掉机械外骨骼太麻烦了 江晨便干脆将保镖留在了外面 踩着红地毯 顺着走廊向包间的方向走去 这一路上 他确实瞧见了两间公共房间内 有人在舞台上表演 不过令他稍有失望的是 表演的内容都太正经了 实在没有点夜场该有的样子 不过转念一想 他也就释然了 毕竟是高档俱乐部 总不能在公众场合 搞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吧 那也太掉档次了 天上人间都不这么玩的 不要误会 江晨指的是广场舞 纯洁的不能再纯洁 想歪的全都去面壁 站在舞台前看了两眼 江晨感觉实在没什么兴趣 便转身向门外走去 请问您是江晨吗 听到有人教自己的名字 江晨停住了脚步 回过头看去 只见这人穿着一身休闲装 头发稀疏 但疏得很整齐 高鼻梁 宽额头 身上带着几分上位者的气质 想来能进这集园俱乐部大门的人 也不会是些默默无闻之辈 请问您是 比人三井红远 三井财团的家主 三井红远笑呵呵地走到了江晨面前 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世界首富 还真是荣幸 都是些虚名 离世界首富还差远了 江晨笑着客套了句 冒昧地问一句 江先生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吗 三井红远笑着问道 哦 何以见得 一般只有第一次来这里的人 才会左顾右盼 三井红远笑着说道 如果方便的话 请允许我这位常客带你走走 还是不麻烦了 我就随便看看 江晨婉拒道 相信我 您一定会感兴趣 毕竟我是黑船组织亚洲分部的会员 在说道黑船这两个字的时候 三井没有出声 只是做了个唇形 江晨微微眯起了眼睛 但脸上的表情确实没有什么变化 哦 那就请三井先生带路吧 这边请 走上了二楼 三井红远带着江晨进了一间别致的包间内 两人在沙发上就坐 三井红远从旁边取过了一壶小酒 用小巧的慈悲为两人珍上了一杯 对于我的身份 江先生似乎不是很惊讶 三井红远略微有些好奇地看着江晨 有什么好惊讶的 江晨笑着说道 失去了田中的黑船并不可怕 就像失去了江晨的蔚来人集团 一无所有一样 老实说 你的不在意让我很沮丧 三井叹了口气 田中一定是你解决的吧 你应该在新闻上看到了 江晨微笑道 三井摇了摇头 这里可以放心说话 江先生还是别打雅弥了 你我都知道 仅凭子弹是杀不死他的 最多浪费他一个体身 如果我没猜错 他也不是死在肯尼亚 而是死在东京 看来你知道的不少 所以呢 像我坦白了这些 你的目的是什么 江晨看着他 淡淡地说道 之所以向您坦白这些 我没有别的意思 停顿了两秒 三井看着江晨 用诚恳的语气 接着开口说道 三井家族成为黑船的一员 只是因为历史原因 当黑船变质之后 我们一直在努力 试图与其划清界限 但迫于田中的威胁 我们只能同他虚与威夷 比如向他们提供资金 江晨玩味地说道 三井的表情有些尴尬 是的 但我们已经有在反省了 为了表示诚意 说着 三井从袖口中 拿出了一个U盘 放在了桌上 这是 里面装着一份名单 三井看着江晨 所有黑船 在亚洲分布成员的名单 江晨捏着U盘 玩味地看着三井 这家伙倒也挺聪明 自知黑船大事已去 作为帮兄辈清算 是迟早的事 而江晨能在日本干掉田中 其展现的实力 已经让三井宏远 感到了畏惧 于是 他主动向黑船的死敌 江晨上交了名单 以换取自己的名字 能被从那个名单上划去 而之所以将这名单给江晨 不是给日本政府 想来他也是打算 借着江晨的手 干掉那些潜伏在 亚洲的黑船组织 线下成员 以星环贸易出手的狠力 绝对不会让那些 身份曝光的黑船成员活着 既然选择了被判 那就被判得彻底 哪怕是活了一个 三井恐怕都得活得寝食难安 干脆借刀杀人 将这些后患处个干净 有趣 江晨收起了U盘 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 希望这足以洗刷我的罪孽 三井假惺惺地说道 会的江晨微笑道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三井总算是松了口气 笑着开口道 多谢江先生了 为了表示感谢 今天您在这里的消费 就由我请客好了 就在这时 一名西装革履的保镖 推开门进来 走到三井宏远的旁边 俯身低语了两句 似乎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消息 只见那三井宏远的眉毛微微一条 偏过头 低声吩咐了两句 保镖嗨了一声 立刻走出门去 三井宏远转而笑眯眯地 看向了江晨 说起来 咱们谈了这么久的公事 实在是不好意思 想必江先生来这里 也是为了放松的对吧 正好 我们有个愚性节目可以看看了 话音刚落 包间的门再次打开了 只见两名魁梧的保镖 扛着一架椅子走了进来 椅子上坐着一位穿着变装的美女 嘴上贴着胶布 保持着不雅的坐姿 手脚被尼龙绳分别捆在了椅子后背 和椅子腿上 看着那张写满惊恐的脸 江晨总觉得怎么看怎么眼熟 呜呜 那美女扭动挣扎着 想要从椅子上挣脱 然而这种椅子显然是SM专用道具 哪里可能被轻易挣脱 准备十个男演员 一架摄像机 三井红远淡淡淡地说道 嗨 其中一名保镖点头 听到三井红远的话 那美女表情更加精具了 被尼龙绳捆着的两条大长腿使劲挣扎着 然而无论她怎么使劲 那椅子的重心也是稳如破 绳子也没有半分松动的计下 看了半天 江晨总算反应过来是在哪里见过这小妞了 这不就是早上那个女警吗 十多名标形大汉走了进来 还有一名摄影师 就在上山魁小姐彻底陷入绝望之时 江晨突然开口了 把她交给我吧 这么静的小妞 拍电影实在太浪费了 三井红远笑了笑 回应了江晨一个男人都懂的眼神 站起身来 那我就不打扰了 祝江先生今晚完的开心 拱了拱手 他转身向门外走去 其他人也相继离开 只留下了房间内的二人 见自己不用被轮了 上山魁松了口气 小嘴微微喘息着 江晨慢悠悠地走上前去 撕开了他嘴上的封条 因为动作太粗鲁 疼得他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哟 好久不见 虽然也没多久 看着江晨那戏弄的表情 上山魁咬着牙 忍着屈辱 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 快帮我松绑 为什么 上山魁愣住了 他原本以为江晨良心发现 打算救他 却没想到 看着他那渐渐 重新染上惊恐的表情 江晨伸手打开了 近在咫尺的摄像机 邪恶地说道 谁说我要给你松绑 皮鞭 蜡烛 还是木马 你自己选吧 或者 都来一遍 包间里的道具 似乎很多的样子 第720章 你这个恶魔 长出了一口气 江晨从冰箱里拿出了一瓶冰镇的红酒 也没管标架上的那一串铃 直接用拔出了瓶盖 对着瓶子灌了两口 畅快地擦了下额前的汗 靠在冰箱旁边 察觉到了那不友善的视线 江晨笑着 看向了发丝散乱的上山魁 摇摇举屏 要来一杯吗 小穷鼻 高额头 以及与之相称的心高气傲 还有那尚未退去的学生气质 想来他应该刚毕业不久 否则也不可能做出这么没脑子的事 潜入搜查 这里也是能随便钱的 可惜他潜入这里穿的是变装 若是穿着制服 那就更完美了 尤其是那双长腿 真是难想象盛产萝卜腿的岛国 能长出如此有物 不过有一点倒是出乎了江晨的意料 没想到这小妞居然还是第一次 望着那顺着凳子腿与白皙的脚踝 滑落在地毯上的鲜红 他的嘴角勾起了一丝弧度 我就当你同意好了 反正有人请客 不喝白不喝 江晨又从冰箱里取了一瓶红酒 这回他看了眼标签 好家伙 一瓶红酒就十万 而且还是美元 虽然他喝过更贵的 但还是忍不住择舍 这包间里的东西果真不是一般人能消费得起的 拿着两支酒瓶回到了上山小姐的旁边 江晨坐在了他对面的沙发上 视线笑眯眯的在他妙慢的身姿上欣赏了片刻 有男朋友吗 看着他脸上悲愤欲绝的表情 江晨很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 看来有咯 我说 你男朋友是个太监吗 你这个恶魔 眼角挂着泪珠 上山魁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话 正好相反 我帮你们赶走了恶魔 而且还顺手救了你 江晨穿上了衣服 从摄像机后面拔出SD卡 坏笑着看了他一眼 而且其实到了后面 你晃得不也挺配合的吗 血红色从脖子爬到了耳朵根 上山魁将牙齿咬得咯咯直响 不再说话 别这么看着我 看着他那仇恨的视线 江晨笑了笑 从沙发上起身 走进了他旁边 他俯下身 贴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就算我什么都不做 你认为你就能逃过一劫吗 你显然没有意识到 这里是什么地方 如一会儿你不妨出去转两圈 说不定还能看到你们的大臣 在与某国终生促膝常谈 当然也没准是手下 从出入这里的客人的身份 你难道什么都看不出来吗 如果不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你最好乖一点 江晨笑眯眯地捏着SD卡 顺着他脸颊 将他病脚的发丝 聊到了耳后 今天的事就当个教训吧 我不管你在调查我什么 我劝你最好收手 否则 顿了顿 江晨凑近了他的耳边 半开玩笑地说道 那我就再教育你一次 教育这两个字 江晨咬得很重 从上山魁脸上害怕的表情来看 江晨很清楚 这小妞算是把她的话给听进去了 如果自己真的什么也没做 想必俱乐部也不会放过她的 哪怕是为了其他会员的利益 他们也得在手上留些把柄 或者干脆让她消失 好吧 这些理由都是事后找出来的 江晨当时根本就没想那么多 送到嘴边对的肉都不吃 那就实在是太不符合她无节操的作风了 将SD随手扔进了储物空间 留着日后慢慢欣赏 江晨静止离开了俱乐部 坐上了自己的座驾 返回了郊区的别墅 当她到家的时候 差不多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天下已经睡下 江晨也没叫醒她 洗漱过后直接回了自己的房间 一觉睡到了天亮 次日清晨 江晨起了个早床 沿着街道慢跑了圈 然后回到别墅打开了电脑 点开网页浏览了下新闻 果然不出她所料 田中被击毙的消息放出之后 东京市的房价有所回暖的迹象 至少大规模抛售的势头遏制了 而就在昨天晚上 未来人生物宣布 对11家制药公司授权T 以及TT病毒疫苗生产专利 以扩大疫苗普及率 宣誓要将丧失病毒扼杀在萌芽中 这些制药公司每生产一支疫苗 就得向未来人生物支付1.5美元的专利费 因为这两则消息 人们对于T病毒的恐慌 也总算是降温了不少 另一方面 日本央行进一步扩大货币刺激措施 国会也拿出了复苏建设方案 这些都对日本国内经济都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日元对美元对的汇率有所回升 不过等这些就是措施见效 还需要一段时间 根据江陈雇佣的职业经理分析 东京市的房价依旧被严重低估 他在东京收购的总价值110美元的房产 在下跌到了97亿美元之后 回升到了105亿美元 等到日本经济复苏到病毒爆发前的水准 这110亿美元的房产保不准被翻上10倍 听到这 江陈不由懊悔当初没多买点 他私人账户里还有200多亿美元没用 现在虽然价值低 但已经没有成交量了 那些小楼房或许还有人脉 但像是109大厦这类地标建筑 已经没有人肯出售了 以至于江陈都在考虑 他手上关于古村红的资料究竟是直接公开呢 还是留着以后威胁日本政府 直接公开的话 日本的经济形势无疑会再度恶化 这样他就能趁乱再收购几套房产和破产的公司了 在江陈浏览着网页的时候 千夏替他端来了早餐 以及一杯香浓的现磨咖啡 柔声说道 主人慢用 有什么需要的话 叫千夏一声就行了 嗯 你先去忙别的吧 江陈点头笑道 千夏离开房间后 江陈接着点开了几个网页 见没什么可看的消息后 他便从储物空间中摸出了 从三井那里拿到的U盘 下载了其中的名单 看着那一长串名单 他的嘴角勾起了一丝笑意 很好 只要将这份名单发送给幽灵特工 接下来就是猫捉老鼠的游戏了 划去了三井的名字 江陈将名单下载到了万表中 通过简发送给了阿依莎 由他去调遣部署在亚洲各国的幽灵特工 执行暗杀任务 做完了这些工作后 江陈靠在了椅子上 惬意地伸了个懒腰 就在他计划着今天干些啥的时候 戴在左手的万表突然震了下 是来自墨市那边的消息 徘徊在上海市附近海域的驱逐舰 终于有动作了 第721章海底考察站 还有大半个月就是新年了 然而此刻柳丁镇的上空却笼罩着一层阴云 徘徊在眼前的驱逐舰 让生活在渤海号甲板上的幸存者们 感到了强烈的不安 一直以来 他们都对陆地上的幸存者 保持着某种程度的优越 因为航母上没有丧尸 一种也没有掠夺者和变种人 他们无需像陆地上的幸存者那样 为了活下去而挣扎 然而现在情况似乎颠倒了过来 来自海上的威胁 让他们感受到了 那一直以来未曾体会过的恐惧 好在江城履行了共同防卫协定 NAC出兵了 横沙岛防御攻势已经修建完毕 岛上部署了火球翼火箭集群系统 2000发火箭弹 以及50式J型电磁炮 在陈卫国的带领下 一个一个千人规模的加强营驻扎于此 NAC没有海军 甚至没有几条船 但没关系 NAC拥有着整个泛亚州最顶尖的炮兵 就在几天前 铺天盖地的火箭弹覆盖在横沙岛 陆军士兵随后登陆 剿灭了两座一种巢穴 整个过程简直比扫地还轻松 或许是因为见识到了 NAC强大的武力 由于在上海市附近的驱逐舰收敛了许多 至少对于对话这件事 他们不是那么的排斥了 横沙岛的岸边 一艘球形的潜水器浮出了水面 从外观上看 这潜水器和江城弄到县市去的水滴一号 有那么几分相似 只不过少了后面那个平滑的圆锥 相识一眼 五名蹲在掩体里的士兵站了起来 架起步枪小心谨慎地围了过去 潜水器顶部的舱门打开 一位穿着淡蓝色连体工作服的男子走了出来 面对五支黑洞洞的枪口 他很从容地举起了双手 我没有恶意 我希望见你们的领袖 你是那艘驱逐舰的使者 这五名士兵的队长站了出来 盯着那人的眼睛问道 是的 那人点头说道 队长偏了偏头 向旁边的士兵吩咐了句 你去向上级请示下 是 当驱逐舰方面派使者来的消息摆在了江晨的办公桌上时 江晨立刻派人将他接到了鱼骨头基地 接见了那名使者 看到他这一身蓝的装束 江晨一开始还以为这是哪个海底避难所的服装 最后仔细一看那工作单位的标识 才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白京海底考察站 单从名字上看似乎是个人畜无害的组织 只是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有驱逐舰这玩意儿 吴越在见到江晨后 汉首表示尊敬 然后伸出右手和江晨握了握 在下吴越海欧号的副舰长 江晨 NAC军政府元帅 江晨松开了他的手 看着他的眼睛 接着问道 我想没有人会对家门口的军舰抱有好感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 还请你说明你的来意 我们绝对是抱着和平的目的 这点您可以放心 吴越诚恳地说道 是吗 那你们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来和我们打招呼 江晨笑着说道 直到NAC在横沙岛搞了个大动作后 他们才派出了使者 要说他们从一开始打的是对话的主意 打死江晨也不信 听到江晨的问题 吴越叹了口气 实不相瞒 即便我个人反对战争 但也并非所有人都爱好和平 巨人和矮人之间不会有真正的和平 只有两个平起平坐的巨人 才有谈判的资本 我这么说 您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可以 江晨点了点头 饶有兴趣地看了他一眼 接着说道 不过你的话倒是让我很惊讶 看来即便待在海底 你们依旧没有和这个末世脱节 我们也并非完全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吴越摊开了手 我们与避难所不同 末日核战降临之时 我们只有一个月的补给 省吃减用了三个月 最终我们还是得在海平面以上想办法 很好 看来你们打算和我们交易 江晨笑着说道 不过我还有个疑问 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回答我 你们究竟是如何做到在深海生活 而不被海洋中的一种攻击的 一种吗 偶尔会有变异鲨鱼或变异虎鲸之类的攻击性一种 可能对我们的生产生活造成威胁 不过十年前 我们研制出了驱赶变异鱼群的声纳 那些变异生物虽然可怕 但已经算不上什么危险了 停顿了片刻 吴越看着江晨 怎么样 有兴趣和我们交易吗 你们需要什么 江晨问道 任何资源我们都需要 食物 钢铁或者矿石 还有能源 吴越说道 食物或许没那么紧迫 海藻可是营养合计的最佳来源 而且某些变异程度不高的鱼 也是可以使用的 但能源是海底考察站存在的基础 没有能源 它们甚至没法弄到赖以生存的氧气 然而不幸的是 虽然很多海上巨兽的体格庞大 但却没有与其危险度相匹配的亚精 相比其捕杀时浪费的弹药 换来的那点亚精显然是入不敷出的 所以它们想要获得能源只有两个途径 一是掠夺 二就是贸易了 听到吴越的话 江辰笑了笑 那么 你们又能给我什么 这具体的得看你需要什么 我们擅长海下施工 海底实施维修 而且我们还能够为你们的贸易船对护航 吴越说道 江辰点了点头 前面两条没什么用 陆地上的资源那么多 他暂时没有向海底扩张的打算 为贸易船队提供护航 第六街区的商人们肯定会很欢迎 如果没有深海海域那些大型一种的威胁 海洋贸易远远要比陆上贸易安全的多 你们的提议不错 贸易船队护航的是 我可以安排你去和第六街区的议会谈 那里的商人们应该会很感兴趣 如果白京考察站真的能在深海上航行自如 那么NAC的商队将能通过海路向东南亚 日本等地区辐射 将影响力扩散到更远的地方 只要价格合理的话 与他们合作绝对是个利大于弊的选择 不过说到深海 江晨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在签订完贸易协定之后 江晨向吴越问道 既然你们能去深海 可以和我说说泛亚合作的太空电梯的情况吗 第722章回收太空电梯 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 上山魁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集园俱乐部的 也不知道自己是以何种表情走进那50平米的单身公寓 洗了澡 他趴在床上倒头就睡 第二天中午醒来 发现脸颊旁的疹巾已经被禁湿 想到昨天发生的事 他的身体就不由自主地瑟瑟发抖 床头柜上翻出手机 握着电话的手指 无意识地摩擦着屏幕 他不知道该打给谁 收到邮件的叮咚声突然把他吓了一跳 看到发现人后他才松了口气 是工作邮件 如预料中的那样 昨天他申请的搜查许可毫无悬念地被驳回 计划赶不上变化 他原本是打算先斩后奏地调查江晨 找到他与东京焦病毒事件存在关系的证据 然后再拿到上级搜查许可 成为东京警察界的神话 现在看来 他的计划只是个笑话 眼泪不由自主地滑落 冲垮了他的自尊 他想报警 可突然却又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可笑 他自己就是东京警务厅的 报警的话该向谁报呢 他突然好后悔 如果昨天没有擅自行动 自己就不会 他想打给自己的男友 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向他寻求安慰 昨晚的事根本没法开口 然而最可笑的是 那个令他恐惧的身影 就像恶魔一样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 太空电梯 你可算问对人了 对于那晚一耳我们再清楚不过了 吴越突然笑了起来 在站前 我们白京海底考察站的工作任务之一 就是考察03号太空电梯基座附近海域的地质环境 检测地质灾害 协助维修 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江陈立刻问道 被炸得很彻底 吴越无奈地摊开手 我至今依旧记得那天 战争开始直出 直入云层的轨道被树发飞弹击中 三万公里长的石墨溪岛轨横批入海 一整座岛屿被石墨溪缆绳直接切成两截 所以 我劝你别指望那玩意儿了 别指望 开玩笑 江陈可一直在打着太空电梯的主意呢 只不过 Mac一直没有办法去原海 要不他早就派人去探索站前太空电梯的下落了 对于人口 资源稀少 空有技术没有产能的末世来说 重建太空电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现世可以啊 我觉得我还是能指望下 你们有没有办法把太空电梯的残骸拖到近海 江陈问道 吴越用看疯子一样的表情 看着江陈 汉道 你知道太空电梯的基座有多重吗 多重 排水量1000万吨 无动力系统 下毛后只能依靠特殊的运输设备 重新部署 更何况现在它还沉在海底 别说运到前海 把它弄到海面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样啊 江陈隐隐皱起了眉头 你们要太空电梯有什么用 那玩意儿只能部署在赤道 吴越问道 还有一句话吴越没说 那就是现在地球的外层空间已经布满了太空垃圾 远远望去就像小行星带一样 在这样的环境下根本没办法开发外层空间 你不用管我有什么用 江陈摆了白手 沉吟了片刻后 接着说道 这样吧 你们为我们的工程船提供护航 托运的是由我们这边负责 价钱的事我们在商量 我会向上级传达您的提议 最晚明天会给您答复 吴越点头道 那就快去吧 江陈说道 从头到尾打造一座太空电梯不是不可以 县市的石墨烯研究所 已经研制出了足以充当太空电梯材料的石墨烯线 虽然造不出22世纪的水准 但初级阶段的太空电梯还是能造出来的 然而与蓬莱士不同 即使是新马特区全部产能都投入到太空电梯项目上 想要完成整个工程也得需要至少五年的时间 也就是说 等太空电梯完工 得等到2023年去了 但如果能把漠视这边太空电梯的残骸弄到县市去 那就好办多了 五年才能完成的工程 一年完工也不是不可能 吴越没有辜负江陈的期待 白京考察站很快便同意了江陈的提议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 双方最终达成了初步的合作协议 NAC方面在上海市以北的横沙岛设立港口 工地六街区的商人与白京考察站交易必需品 交易项目包括食品 原材料 部分生活用品与工业制成品 以及有限的军火 结算货币限制为NAC通用的信用点 关税暂定为10% 太空电梯的运输协议则写在另一份协议中 白京考察站方面替NAC拆分 维修太空电梯基座 以及回收太空电梯从外层空间坠落的残海 为NAC提供护航 而NAC这边负责派出运输船 以及负责托运的运输船 因为太空电梯的沉没的距离上海市较远 而上海市附近海域深度也相对较浅 不方便放置太空电梯基座 经过与白京考察站讨论后 江辰决定将宜州台北作为中转站 反正对于江辰来说 在哪将这些零件运到县市都一样 如果不是和这白京考察站部署 他直接跑到目标海域去转运 反倒更省事 与白京考察站签订协议之后 NAC的远征军也完成了出征动员 智序号钢铁飞艇即可起飞 沿着海岸线向宜州岛的方向出发 预计8小时后就能到达台北 随行的还有乘坐补给飞艇的 肇事集团商队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充当巷岛 以及与宜州岛上幸存者交流 对于台北的情况 肇事集团的人还是非常熟悉的 NAC收购的火箭引擎航空设备 都是从台北的火箭发射场弄来的 将陈交给亭长离忘的任务很简单 凭借200名陆战队员在台北建立一座前哨 以及雷达站和灯塔 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 与当地幸存者团体打好关系 如果可能的话 将那些幸存者整合到NAC的旗帜之下 对于这NAC的第二次远征 江陈给予了离忘很高的行动自由度 在红城的远征中 这位前亲卫队队长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而江陈也相信 这位由他亲自提拔的艇长 绝对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第723章登陆一周 秩序号已经出发 由于在上海市附近海域的驱逐舰已经返航 在回现实那边之前 江陈与孙娇去了一趟第六阶区 在一众官员的接待下 巡视第六级区的工业发展情况 一辆辆坦克外壳 成列在军工厂外 与孙娇并肩走在第六阶区的工业园 江陈打量着那些 劳作在生产线上的工人 相比起县市的新马特区 这座位于墨市的工业园 只能用袖珍这个词来形容 受到人口因素的限制 在这片废土上发展工业 要比县市难上一百倍不止 即便从这里走下生产线的装备的 科技含量 县市拍马也赶不上 但产能上的差距 却难以简单的逾越 蔚来人重工的工人是 NAC境内全部工人的十倍不止 有时候江陈都忍不住想 要是把县市的工人 云一点到这边来多好 当然 他也就是想想而已 林林关于带人穿越的研究 依旧毫无进展 以至于其被孙小柔冠以仓鼠杀手的戏称 每次实验者都是仓鼠 而这些可怜的仓鼠 无一例外都死于非命 看到一台动力装甲被工程车 从工厂中运出 江陈向身旁的孙焦问道 我们有多少台动力装甲了 一共325台 我的元帅大人 孙焦敏嘴微笑 调皮地说道 从他嘴角勾起的弧度 显然他这位元帅夫人 对NAC的现状也非常的满意和自豪 都这么多了 江陈的表情带上了些许惊讶 根据韩君华向他科普的战前军事知识 这300多台动力装甲 都足以武装三个机械化步兵营了 他还记得一年前 赵陈武曾和他说过 动力装甲的月产量最多也就10台 这还是军工厂产能运转到极致的情况下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动力装甲的产能提升了这么多 仿佛是看出了江陈眼中困惑 孙娇笑着替他解答了这个问题 看来你的记忆力不怎么样啊 你忘了 上次的远征 我们不是将红城一带 也纳入势力范围内了吗 随着飞艇运输航线的开通 不少下游工艺已经外包给合众城的工厂 而且还有不少红城那边的幸存者移民到上海市这边 第六街区的产能早就不是几个月前的水平了 这样啊 江陈欣慰地笑着点了点头 两人继续沿着这条工厂 小作坊林立的街道向前走着 说起来快新年了呢 是啊 18年的新年 感觉日子过得真快 江陈感慨道 那 今年在这边过新年吗 迎着孙娇纳满是心意的目光 江陈实在申不出什么拒绝的话来 去年的新年 她是在县世那边过的 今年就在末世这边好了 N 江陈笑着点了点头 太好了 瑶瑶一定会很期待的 最期待的不是你吗 江陈调侃地说道 我吗 当然也很期待咯 月牙寺的眉毛和勾着的嘴角 已经将孙娇的心情全都绽放在了脸上 看着她开心的样子 江陈也跟着弯了弯嘴角 加快步子跟上了她雀跃的步伐 巡视工作在天黑之前结束了 两人乘坐直升机返回别墅 在直升机上 江陈突然叹了口气 开口说道 总觉得今天有些遗憾 遗憾 我觉得挺开心的啊 孙娇不满地弄起了嘴 不明白江陈为什么突然说这话 一整天都在工厂转悠 没带你去商业街逛逛 孙娇脸颊一红 白了江陈一眼 能一次把话说完吗 回到了鱼骨头基地 江陈去了一趟社区中心的元帅办公室 当他到达办公室的时候 韩君华正站在全西地图旁边 而地图锁定着宜洲岛的位置 在岛的北部标注这一小块绿色区域 远征军已经到了吗 韩君华点了点头 秩序号已经在宜洲岛北部下茅 200名远征军已经登陆台北 根据黎旺反馈的情报 补给站正在建设当中 目前他正在带领200名远征军搜索附近区域 江陈点了点头 接着问道 当地幸存者的态度 对我们这些外来者非常警惕 但暂时没有做出敌对行为 很好 看来黎旺做得不错 江陈嘴角勾起了一抹微笑 等到补给站建立完毕 第二艘补给艇便可以上路 为这批先头部队送去补给 以及增援 将宜洲岛纳入控制之下 便可借此为跳板 将NAC的影响力向闽南 东南亚一带辐射 将商路扩展到更远的地方 在东京毕竟不如在新国方便 长时间消失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有些麻烦 所以这次江陈没有在墨市那边停留很长时间 在将墨市那边的琐事处理完后 他便返回了县市 随着病毒危机的解除 东京的高校也相继复课了 还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签下 自然也是收到了学校发来的 关于复课的邮件 以前别墅没人的时候 他只是定期来这里打扫房间 可现在既然别墅里已经有主人了 他自然不能像以前那样两边跑了 经过一番考虑后 他找到了江陈 向他征询意见 如果江陈需要自己一直待在别墅 伺候他生活起居的话 他可以向学校申请退学 做他的全职女仆 不过江陈确实驳回了他的提议 让他还是好好读书 全职女仆可以等读完大学了再当吗 反正过段时间他就得回新国了 没有特别的事 东京这边也不会常来 为了方便他两边来回跑 江陈干脆给他配了辆车 高兴的那小女仆在他脸上亲了口 不过江陈倒是没啥反应 反倒是牵下自己因为自己那出格的举动 在一旁捏着女仆裙的下摆 小鹿乱撞了半天 与日本商人大富翩翩 脑门泻顶的一贯形象不同 江陈的身材虽然称不上什么健美 但肌肉绝对可以称得上匀衬 能力强 本身长得又有几分小帅 对于这位主人 牵下还是充满了好感的 看着牵下脸红扑扑的样子 江陈有时不禁邪恶地想着 干脆什么时候把这只小白兔也吃掉算了 那羞怯中带着好奇与火热的视线 总是撩拨着他下线 不过就在他打算慢慢品尝的时候 未来人科技那边传来了消息 虚拟实境商城的开发终于结束了 看来是没机会慢慢品尝了 那就只能狼吞虎咽了 嘿嘿 第724章VR Store上线 索马里贝莱德文地区 经过为期半个月的军事行动 北约成功攻占了贝莱德文军阀控制区域 而与此同时 联合国迫于各方面的压力 最终出台了一份充满争议的文件 将丧尸定义为非自然死亡人 允许各国军队对丧尸的捕杀 有趣的是 在讨论这项议题的时候 有不少国家都固执地投了反对票 而理由也是千奇百怪 比如法国投反对票的原因是 本国没有死刑 所以不会对死刑决议投出赞同票 而印度则更是奇葩 投出反对票的理由竟是因为 他们认为活死人是施婆神的普从 不过无论如何 即便保守争议 这则早就该通过的文件 总算是在各方的努力下通过了 对于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边境的感染区 北约派出了两个坦克连的兵力 在无人机的帮助下 清扫了感染区内的丧尸 与此同时 远在地球另一边的日本东京 自卫队和驻日美军 也开始进入被封锁的品川区 清扫盘踞在其中的丧尸 与未来人生物合作的 全球11家制药企业 推出的疫苗 已经全面投放到市场 预计在未来四个月内 便足以完成 对世界主要国家的普及 按照每支疫苗1.5美元的专利费 预计在未来的四个月内 未来人生物将获得 57亿美元的收益 这几乎相当于 未来人生物四年的净利润 不过作为代价 放开技术授权 就意味着透支了未来人生物 在T病毒疫苗这块的盈利潜力 毕竟其他制药公司 在生产规模上更占优势 即便成本上贵了1.5美元的专利费 但这点成本完全能从其他地方填回来 在东京的这几天 江陈指挥从猎头公司挖来的职业经理 组建了一个专业的地产管理团队 负责管理他在东京收购的这价值110亿美元的地产 负责建筑的检修以及商铺的租赁 东京国际机场 牵下一衣不舍地将江陈送上了飞机 在离开东京前一天 江陈最终还是禽兽地对穿着女仆装的他 伸出了魔爪 一开始他还半推半就地抵抗了下 没过多久他便顺从地趴在了江陈的身上 语无伦次地呢喃着晕乎乎的话语 或许是因为破瓜的疼痛刻骨铭心 也或许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在那晚之后 江陈总感觉他看向自己的眼神中多了一抹别样的光彩 主人还会来这边吗 牵下埋着头 小声地说道 偶尔会吧 那等我毕业了 能去新国那边找你吗 当然可以 微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 江陈没有说太多告别的话 转身登上了机场的弯流机650私人飞机 在少女的目送下 飞机消失在了遥远的天际 就在江陈回到了新国不久 未来人科技与亚马逊 易拜 淘宝 京东等多家电商 同时在官网刊登了一则公告 黑科技来袭 VR Store上线 足不出户也能逛街血拼 与此同时 幻影头盔也迎来了第二次系统更新 更新之后的菜单界面中 多了一个应用管理程序 就像苹果的App Store 安卓的安卓市场一样 幻影头盔也将开放用户自主下载 不过就目前而言 虽然未来人集团公布了 VR程序开发工具 并对外界提供了服务器租用服务 但一直没有什么公司 做出什么像样的 能体现出 VR平台优势的软件 都在研究 怎么将自己公司现有的应用向 VR平台移植 所以就目前而言 这个应用管理程序中 除了网页浏览器之外 只躺着两个应用程序 一个是神级大陆 另一个就是新推出的 虚拟实境网购平台 VR Store 新推出的VR Store 目前共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平面与VR影像 相结合的简约模式 用户可以更具搜索项目 再就像平时网购那样 在最短时间内 搜索到自己想要的商品 唯一的区别就是 搜索到的东西 可以直接拿在手上 搜索到的衣服 可以直接穿在身上 另一种模式 就是虚拟商城模式 进入该模式后 用户将出现在 未来人科技参考 纽约时代广场等 著名商业街设计的 虚拟街道 按照一定算法 对店铺中的商品与装潢 进行随机处理 使用户能够与好友一起 体验与商品随机邂逅的乐趣 根据未来人科技公布的消息 全球共有七家电商加盟 VR Store 而VR Store上线首日 便云集了七家电商的精品店铺 商品总数量高达80万件 可谓阵容强大 以至于不少用户 在VR Store上线首日 便体验到了VR购物的愉悦 在销售量持续攀升的同时 这款功能强大的 VR Store也得到了用户的一致好评 新买的裙子已经收到了 太令人诧异了 简直和我在VR Store中见到的一模一样 以前我一直不太愿意在网上买很贵的衣服 不合身不说 买回来穿着和模特根本不是一个效果 现在好了 我可以在VR环境下试穿 找到真正适合我的衣服再付款 太疯狂了 未来人科技是怎么做到的 可惜没有试吃功能 要是食物能还原味觉就好了 这样我就可以在虚拟商城里吃个饱了 如果在虚拟世界能吃饱的话 天哪 我的钱包 我怎么会花了那么多钱 呜呜 因为技术原因 商品的VR影像 目前只有未来人科技能够制作 所以这60万件商品的影像 都是由未来人这边 对申请店铺的商品进行随机抽样 然后统一送完新国未来人科技总部 用特殊设备进行扫描 制成高还原度的VR影像 而关于商品的VR影像制作收费 江晨也没有坑他们 按照单件商品1000美元的费用进行收取 并对登陆在VR商城中的商品 每月收取10美元的数据管理费 相比起这些店铺 能从VR Store中获得的收益 这点投入绝对是值得的 幻影头盔在全球拥有接近十数亿活跃用户 而VR Store作为仅有的两个应用之一 先天具备极强的曝光率 掌握着如此庞大的流量 别说是1000美元的扫描费和10美元的管理费了 这价格就是在提升一倍 也有商铺愿意入住 另外 广告推送等费用另算 且价格不菲 若是上了VR Store首页推荐位 店铺当日的收益还将与未来人科技分成 可纵使价高了点 但申请推荐位的人依旧络绎不绝 而这些收费将与数据管理费 作为VR Store的两大主要盈利渠道 有评论人士分析称 VR Store的推出 或将带来新一轮的实体店销售寒冬 比如英国观察家日报 便深入剖析了这个问题 我们曾乐观地认为 网购永远都代替不了实体店 最多会影响一部分人的消费习惯 实体店有着网购无法替代的优势 比如能直观地触摸你想要购买的商品 比如逛街购物本身的乐趣 这些都是网购无法提供的 然而现在 VR Store似乎已经做到了 网购曾经无法做到的一切 或许这将作为一个开始 彻底改写世界零售业的格局 第725章交易额奇迹 各大电商与VR Store之间的关系 就好像连锁店与购物大厦 从支付到物流 都是由这些传统电商来负责提供 而VR Store只是提供一个窗口 双方的关系更近似于一种相互依存 其实江晨以前考虑过 从头开始做起 甩开那些老牌电商 包揽从支付到物流等一系列环节 打造未来人科技自己的购物平台 不过 在与夏师宇讨论过后 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 未来人科技造的是火箭 但没必要去细细打磨每一颗螺丝钉 科罗岛的未来人大厦内 穿着一身干练的OL装 夏师宇站在江晨的办公桌前 汇报着VR Store的情况 从他那严肃脸下隐隐流露出的激动 江晨就已经可以感受到 这酝酿大半年之久的VR家电商计划 成果究竟是有多么的喜人 根据北美分公司那边反馈的消息 VR Store上线首周 亚马逊购物总交易额上涨18% 而VR Store平台占据本周交易额的40% EBID的交易额也上涨了13% 这两家电商立刻向我们提出了追加合作的协议 希望我们能放宽商品审核 加快商铺入住虚拟实境的速度 江晨惬意地靠在了座椅上 华国那边呢 夏师宇的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 接着说道 淘宝交易额相较上周上涨28% 京东34% 别小看这28%的涨幅 虽然其中包含了自然增长 以及网络营销等多方面因素 但整个销售额基数是非常庞大的 单以淘宝来讲 淘宝网2015全年交易额是3万亿 并且从10年以来 一直保持着60%以上的涨幅逐年递增 虽然增长幅度有所放缓 但根据淘宝公布的17年交易额数据 交易额依旧突破了4万亿 而现在突然杀出了VR Store这个神器 只怕今年淘宝的交易额 有望突破5万亿大关 简直就像是印钞机 江晨感叹道 我也是这么认为 夏诗宇深表认同地点了点头 你知道上周我们在VR Store上赚了多少钱吗 多少钱 江晨饶有兴趣地问道 12亿 听到这个数字 他当时就愣住了 然而夏诗宇似乎是觉得这个数字还不够震撼 于是接着补充了句12亿美元 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江晨不好意地笑着摸了摸鼻子 你不说我还以为是越南顿 一个星期12亿 这尼玛何止是印钞机 印钞机也没印得这么快吧 更令人责舍的是 这12亿还是税后收益 虽然100万件商品的扫描费贡献了一大半 但12亿这个数字还是把江晨给吓了一跳 要知道 阿里一年也就70多亿的净利润 放眼全球电商已经可以排在顶尖的位置了 而未来人集团的VR Store只用了一个星期 就赚到了他阿里需要一个季度去完成的业绩 这要是等到VR Store成长起来 那还得了 为了庆祝这次胜利 江晨给VR Store项目组的300多名员工 每人都包了一个大大红包 还带着他们在温泉岛上开了个庆祝party 这个VR Store从头到尾 都是由这些县市的技术员运用江晨提供的开发工具 自主研发的VR程序 对于未来人集团来说 这无疑是个迈向技术独立的一大步 就目前而言 整个未来人集团 也就只有未来人科技做到了这点 既得利益者对新生事物出现第一反应就是排斥 第二反应是如何阻止 第三反应才是寻思该如何顺应时代的潮流做出改变 然而当他们开始寻思改变的时候 骂了时代三拍的他们 往往只能无奈地被时代所淘汰 美国阿肯色州的本顿维尔市 这里坐落着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公司的总部 这家堪称传奇的零售企业 有着一段近乎传奇的发家史 财富杂志发布2007年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时 沃尔玛以3511.39亿美元的营业额高居榜首 连续6年蝉联这一荣誉 而财富杂志从1955年开始评选世界500强企业时 沃尔玛还只是本顿维尔小镇上的夫妻店 此刻 在沃尔玛总部内 董事会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 讨论如何应对VRSTAR对零售业格局的冲击 究竟是哪个蠢货拒绝了未来人科技的提议 我们本来也可以搭上VRSTAR的顺风车 是董事会投的票 卡瑟罗先生 CEO迈克米伦站起身来 向那位指责他的董事回应道 哦 那你的意思是 在座的各位都是蠢货 不要误会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卡瑟罗先生 除非你自己认可了这点 你呃 咚咚咚 敲击桌面的声音强行打破了会议桌上的嘈杂 只见坐在会议桌首位的董事长 罗布森·沃尔顿停下了用指节敲击桌面的手 用那浑浊而不失锐利的眼睛 扫视了两人一眼 相比起争吵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不是吗 这位年迈的沃尔顿家族当家主 在董事会中拥有很高的威望 见到老沃尔顿发话 一众董事们相视了两眼 很快停下了毫无意义的争吵 麦克米伦摊开手 张了张嘴 最终什么也没说 乖乖地坐了回去 是的 沃尔玛曾拒绝过未来人科技 沃尔玛也经营着自己的电商网站 而且规模在全美可以排得上前三 不过在半年前 他们并没有接受未来人科技提出的 VR加电商概念 至于理由很简单 沃尔玛的优势是多方面的 它可以将其庞大的实体零售店 和在线业务连接起来 从而为顾客购物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所以根本不需要借助VR这个平台 对于沃尔玛货架上的商品 没有美国人会感到陌生 另外 如果沃尔玛超市出现在了虚拟实境平台中 这对于沃尔玛旗下实体店的销售额 绝对会造成较大冲击 而事实证明 这个决策是错误的 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接受 沃尔玛旗下实体店的销售额 都会受到VR Store的冲击 而拒绝入住VR Store 更是让他们在电商平台的市场份额 也被亚马逊和一百分走了许多 我们原本在面对亚马逊时 就处在劣势地位 现在倒好 VR Store直接将我们推入了谷底 不只是亚马逊 一百都在试图甩开与我们的距离 一名董事摇了摇头说道 现在弥补还不算太晚 我会亲自去一趟新国 一会儿我会让秘书帮我订好明天的机票 麦克米伦说道 不算太晚 就算我们现在改口 求未来人科技让我们加入VR Store 你以为我们就能立刻登上虚拟实境的平台 先前与它争吵的卡瑟罗基讽道 扫描80万件商品用了大半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加进去 前面不知道还有多少家店铺在排队 也许到明年这个时候 沃尔玛的商品能出现在VR Store的货架 别人总不可能把合作伙伴放在一边 让你这个后来者插队吧 我会说服他 麦克米伦认真的说道 哈 卡瑟罗刚想嘲讽两句 但董事长沃尔顿先生并没有给他发言的机会 强行打断了他的发言 不用订机票 我的飞机借你 不用等到明天 你今天就去 屏住呼吸 麦克米伦认真的点了点头 是